影片制作不易 别忘了订阅更按赞哦 第609章 旅行赌约 等到现务结束 众人都是意犹未尽 随后 朱远璋开始处置这些人 虽然在三国的共识里 蒙元是暴政 但依旧是政统 虽说三国占据中原后 就宣称蒙元是伪政 但千年流传的玉玺 一直在对方手里 所以 此刻却是要承认印娼的政统 当金香玉的玉玺 送到朱远璋手里的时候 授予天命 祭兽永昌这八个字 赋予了朱远璋正统 赋予了大业正统 大业驱逐盟员 从盟元首里继承天命 从今日起 大业可以说 张周和陈汉是伪权政 是逆臣贼子 这就是占据大义的好处 而且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 这一刻 凤阳城内的百姓 纷纷欢呼了起来 特别是那些学子 更是高喊万岁 那些来自天下各地的学子 看到这一幕 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撼 最开始 他们只是过来试一试 后面还为大业 被群起而攻 感到担忧和前途渺茫 这一刻 他们有的只是庆幸 他们看到了一个 新的天命皇朝崛起 这皇朝众望所归 必将统一天下 多少年了 朱远璋总算拿到了 这项争着正统和天命的玉玺 而这一切 都是朱军带给他的 看着下方角落里的朱军 朱远璋笑了笑 随即让人将这些人 全部压下去 虽然处着这些人 但还需要时间 来合理地安排他们 一些人能用 气度要大一些 随后 众人进入皇宫 内部已经设好了宴 在开宴之前 奉天殿内朱军 对朱军麾下的将士 做了奖赏 一些归将的将士 也允诺了他们合法的身份 甚至就连应天商会 那些戒传的人 朱远璋都没忘记 决定给他们一个 圆外的身份奖励他们 朱军自是感恩戴德 所有人都封赏完了 只剩下朱军一人莫封赏了 众人都很好奇 陛下会封赏吾王什么 上一次吾王立了功 可以说皇帝对吾王的宠溺 已经到了一种程度 再往前 岂不是 你想要什么 朱远璋问道 父皇 儿臣什么都不想要 因为魏国尽忠效力 是每一个大业子民的 职责所在 其他人立了功 若是不奖赏 那便是赏罚不分明 但是儿臣不一样 儿臣是大业吾王 享受万民的供奉 护国护民 是儿臣的分内之士 诸位哥哥在外镇守边关 功劳也很大 可他们也没有邀功 此战北伐 我虽有功劳 但是三个 四个 五个 功劳更大 若无他们牵扯张周和陈汉 我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 朱军这一番 话说的质地有声 就算是最挑毛病的宋连都 挑不出半点毛病 可朱军越是表现得大意凛然 在不少人眼中 他的所图就更大了 人群里的刘姬一脸淡然 看着杨先递过来的眼神 也是淡淡一笑 他就知道 朱军所图甚大 这种人装疯卖傻多年 此番一名惊人 震惊朝野 这一番话 更是说的合情合理 任谁听了 都要竖起大拇指 若是传出去 百姓听了 只会歌颂吴王 也的却 吴这个番号 在大叶都是有数的 是顶级的番王号 任何封赏对他而言 都不痛不痒的 还不如拒绝 树立自己的名声 此刻吴王大事已成 这种选择 才是最有利的 朱远章更是欣慰 捋了吕下河的胡须 眼神也是越发的欣赏 那不行 既然立功 那就要赏 朱军皱着眉头 父皇 如果真的要赏我 就请父皇按赌约旅行 还有 我两个护卫的人 马守不住那么多地盘 还请父皇趁早做打算 众人全都是好奇的 看着二人 吴王又跟陛下赌了什么 朱远章看了看朱玉 朱玉苦笑一声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知道自己复原无望 所以一心想让朱军离开 免得后续的争夺伤了他 可朱军太拧了 他只能作赌 甚至有些刁难他 可令自己莫想到的是 文治武功每一样都不输给自己 朱远章叹了口气 咱本意是想刁难你 但是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也罢 愿赌服输 若是咱耍赖 怕是你心里不服气 他见众人好奇 便道 你们肯定也好奇 咱跟老六赌了什么 今日咱高兴 也不妨告诉你们 咱跟老六打赌 若他文治武功这两样 在半年内能够让咱满意 就允许他留在京城 心 可以不就翻 华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亲王刘金不就翻 陛下亲自定下的规矩 不就违背了 而且 朱军兵强马壮 留在京城 这怎么能行呢 宋连咬牙道 陛下 不可 万万不可呀 这可是 您亲自定下的规矩 岂有违背的道理 若是以后 人人有样学样 国将不国呀 紧跟着 其他人也跳了出来 杨仙纠结的不行 他也没想到会如此 本想占朱军 但是这件事的 却太大了 一个不好 他是自己也会翻车 刘基更是皱眉 他看出了老友的顾虑 出列道 陛下 赌约是赌约 朝纲是朝纲 不能混为一谈 父子之间的游戏之言 岂能更改国法 若是吴王留在京城 届时众人纷纷猜测 吴王的动机 既不利于朝廷 又不利于吴王 和殿下的兄弟亲情 所以 望陛下三思 奖励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此法 是万万不可行的 徐靖达和汤鼎 对视一眼 一脸的警惕 交换了一下眼神 两人都决定不说话 不是不想说 是不敢说 太吓人了 这小子 也太猛了 打什么赌不好 赌这个 这不是摆明了 有什么想法吗 他们两个人身份地位 摆在这里 如果开口声援 朱军怕是有更大的麻烦 到时候乐极生悲 就不好了 朱远章皱起眉头 他就知道会是如此 这件事是这实难办 一边 是刚立下大功的儿子 一边是朝纲 他一时间 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六百一十章 折中之法 若朱军还像以前一样 倒也罢了 时至今日 朱军手下可用之兵 超过了十万 妥妥是各大藩王 虽然还没有确定他的藩帝 但留在凤阳 难免会引起不好的猜测 朱玉此时开口道 来而大丈夫 一诺千金 我与父皇权 都与老六作赌 今日若不对现 日后传出去 岂不是觉得我大爷的君主 皆是言而无信之人 然 我兄弟二人关系之好 不足外人道也 六弟留在京城 我犹如多生一弊 他愿意留在中都 便留在中都 要就翻便可就翻 而等不要威严耸听 败坏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听到这话 众人都大惊失色 谁能想到 太子居然对吴王信 认到了如此地步 刘姬眉头深皱 太子向来英明 这可不是宠溺 倒像是捧杀 可按照以往 二人的关系 又不太像是太子已退未进 不 以前的吴王疯疯癫癫 成日就知道 打架斗很喝酒赌博 今日的吴王 已然成了大业的中流砥柱 人谁都不敢再小觑 或许太子殿下是以退未进 将吴王束缚在身边 加以监视 而且 太子身体抱恙 将吴王留在京城 反倒可以吸引其他人的视线 如此一来 倒是一举多得 届时 不用太子殿下出手 主王自然会上表 时间一久 陛下也会出手的 想到这里 刘姬深吸了口气 太子殿下考虑得果然周到 宋连又气又急 但是太子说的也没错 于是将目光转向朱骏 你这个昏王 你想败坏我大业的朝纲 你究竟是何居心 你若是真的为太子殿下好 就抓紧就藩 而不是留在京城 不少人都跟着附和 纷纷指责朱骏 包藏祸心 也没人敢为朱骏说一句话 这重视 怎么说都是错 朱远璋也觉得失策了 当初也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能耐 眼下进退两难 倒是难办了 就在这时 刘姬开口道 若是吴王殿下 执意要留在凤阳 倒也不是不行 将麾下的护卫散去 由朝廷执掌 一个没有兵权的藩王 在京城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他觉得自己这个提议 应该是说到 太子殿下的心坎里去了 不由地看了一眼太子 随即又将目光 转向朱远璋 陛下 此乃折中之法 若做不到这点 吴王是万万不能留在京城的 朱远璋皱起眉头 这折中之法 怎么听 怎么像是卸磨杀驴 朱军的初心不用怀疑 这小子要不是为了老大 也不会这般卖命 朱玉也是无奈 就在这时 朱军道 我麾下的人都在辽东 拒凤阳不下三千里 可谓是鞭长莫及 我之所以留在京城 是因为新体系是我发起 我需要看到 他完整地落实下去 等到新体系落实 我自会离开凤阳 天大地大 任选一处就翻地 在这之前 我麾下的人 可由朝廷管辖 朱军知道 自己想要留在京城 需要一个理由 这里有不是仗着 父兄的信任和宠命 老朱和大哥 都是英明的君主 虽然有些独断专行 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他们也不会一意孤行 朱远章也开口道 不错 这新体系 默认比老六更懂 而且 他还有工程需要监管 若让其他人来督工 咱不放心 朱玉也帮腔 就按照老六说的做 辽东的朱雀军 我自然会派人去监管 不过 老六留在京城 不是奖励 相反是协助我和父皇 这种事 谁也没经验 做得好 还好 做不好 怕是会被百姓戳几两骨 所以 该给的赏赐 还是要给 朱军有些感动 孩子是大哥呀 时刻都想着不让他吃亏 朱玉怎么可能会要他的兵呢 无非是做个样子 兵权肯定还是 留在自己手里的 既然现在想不到什么奖励 那就慢慢想 日后再提也不迟 朱远章直接拍板 不早了 开宴吧 父子二人配合得太默契了 以至于众人都没有插话的余地 宋连气得直抽抽 刘姬见状 也是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宋连将信将疑 果真 你不相信太子 难道连陛下都不相信吗 刘姬笑眯眯地道 宋连咬牙 乌王太能装了 我怕二人被乌王给蒙蔽 这事上 难道就你一个聪明人 刘姬提醒了一句 便莫再多说 宋连也是幡然醒悟 陛下和太子 难道比自己傻 不可能的 之所以如此 恐怕也是有其他的打算 他看了一眼杨仙 这才想起来 从头到尾 杨仙这个左相 一句话都没有说 莫非真的跟刘姬说的那般 宋连心中又信了几分 心情也好了不少 这一场烟会般得特别丰盛 老朱也是大快朵衣 平日里他足够节俭 但是这种日子 他绝不抠搜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是他一向的主旨 而朱军则是被孤立了起来 就连徐靖达和汤鼎 也没有过来敬他酒 只是远远的提杯 仔细一想 这可不就是政治正确吗 自己到底是成年的亲王 又长兵 这种时候 不管是谁 跟自己走得太近 难免会被人认为这是八戬 甚至是同党 所以 这些朝臣没有一个傻的 一个个都深得明哲保身之道 朱军倒也乐得自在 自顾自地喝着小酒 吃着菜 不过吃到一半的时候 朱衣就离场了 还顺带把朱军给叫走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 表情都有些古怪 大哥 上哪儿 朱军推着朱衣问道 去御花园看看 湖里的鱼 有两天末喂鱼草了 朱衣道 很快 二人来到了御花园 园子里各种蔬菜长式喜仁 上面挂满了个粽果实 而且没什么杂草 看来老朱来这边很勤快 空气里还有一股粪水的味道 他一想到老朱一个皇帝挑大粪 就莫名觉得违和 不过 心中的敬佩更深 当时怕是在末哪个皇帝 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不似那些人作秀 老朱是苦日子过来的 他太清楚 把粮食捧在手里 有多重要了 第611章 兄弟交心转载 请著名来源 很多人或许会说 老朱一苦思甜 可朱军却清楚 老朱吃的米 乃至菜 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种的 这是小农思想吗 不 这是刻在骨子里对粮食和吃饱饭的执着 他们相信 凭借双手就可以吃饱 可以让生活好起来 正是如此 老朱在当了这么久皇帝后 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不忘初心 这就是老朱 咱父皇可是重庄家的一把好手 朱一道 可惜了 我现在帮不了他 更多的时候 都是在旁边陪他说话 有时候 他觉得我嘴碎话多 朱军从一旁拿出镰刀 走到专门种植的鱼草旁边收割起来 他就这样 就许他啰嗦 不许别人啰嗦 朱一看着朱军卖力前活的样子 简直跟父皇如出一辙 那兵权还是你自己管着 如果别人问起来 就说在我这里 你也别怪他们针对你 这么做 也是为了江山社稷 我懂 我和他们无冤无仇 他们为何针对我 还不是为了咱们老朱家的江山 其实换个角度想 我还挺高兴的 为何 若是朝廷满 是鳄鱼奉承之辈 那国家还有希望吗 就好比 宋连 天天针对我 骂我 或许他有一点私心 但更多的是出于国事的角度 从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大业有中骨 这是一件好事 这江山是咱们老朱家的 也是所有百姓的 若是人人都将这天下 当成自己的 好好维护 那将是多么的可怕 朱军将收割好的鱼草 堆放在一旁 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继续道 其实 我的却不该留在京城 亦或者是将兵全全都交出去 安安稳稳地当一个逍遥王爷 若要说起来 薛帆是最好的 但是咱爹你也知道 想法不同于常人 他想让咱们这些兄弟 世世代代镇守边防 因为他不信任那些 手握兵权的大将 就算若前年后 天下再次乱了 某个兄弟反了 那肉也是烂在锅里 天下还是咱老朱家的天下 不过 天下成平后 朱王代代繁衍 那会有多少后代 或许几十万 乃至上百万 朝廷养得过来吗 养术千官员都难 更何况人 数几十倍的宗亲呢 或许 在大哥这一代没神魔 但是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 不削藩必然出大事 朱御师万万没想到 朱军会说出这番话来 他顺着朱军的话道 那你觉得如何处理呢 历史早已有答案 藩王不可以掌兵 推恩令分支 朝廷不养太宗亲 虽然说起来 会让人觉得梁薄 哎 与天下有利 与朝廷有利 你也是藩王 难道你的后代你不管 我管得了一代 管得了世世代代 朱军叹了口气 将收割好的鱼草投进了水里 紧跟着就看到 一尾围草鱼游了过来 争相抢时 他指着水面道 你看 就好像这些鱼 冲在最前面的 总是吃得最多最饱的 落后的 总是吃不饱 如果你想让所有的鱼儿都吃饱 除了多打鱼草 别无他法 如果说着草场就这么大 你还有其他的鱼糖需要养 那么怎么办 鱼总是贪婪的 有些鱼饿久了 说不定会把肚子吃撑 吃到吃不下去 即便如此 他们还要叼着鱼草 突入水底 鱼尚且如此自私 何况人呼 朱玉说不出话来了 随即苦笑起来 你说服不了父皇 现在乱世没有结束 自然说服不了他 而且日后大业 若是一统天下了 朱王建功立业 一个个持功而交 难免会目中无人 会觉得自己功劳甚大 他们会觉得 在朝中的大哥 每日只是动动嘴皮子 没有他们功劳大 再加上底下人的怂恿 慢慢地就生出了 不该有的心思 咱爹在的时候 肯定是漠视的 大哥在 问题也不大 可如果有一天 大哥不在了呢 大侄子威望不足 不足以服众 那时候 朱王就会阳奉阴违 听调不听宣 到时候 朝廷和藩王之间 愈演愈烈 该因藩王权力实 再是太大了 到时候怎么办 必然会有人上表薛藩 到时候 自相残杀 绝难阻止 历史上有太多 这样的例子了 无一例外 咱们大业也不会是例外的 其实一开始 我就是想当个 逍遥自在的藩王 随便选一个偏僻的藩帝 当个小透明 在自己的藩国 自由自在地 过他各机十年 说不定还能让他 照拂一下我的后代 一代人管一代人 这就够了 但是现在不行了 老朱老了 你又这样 大侄子也还小 我不努力不行了 大业还有太多的问题 如果我是个普通人 那也就罢了 得过且过 只要我有自保的能力 就行了 可偏生我是大业的吴王 你说 我能袖手旁观 得过且过吗 我能看着大家 火力心力得吗 所以 我就想着努力一点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我就把他们 在地上打 谁不听话 我就揍谁 要削翻我来消 就从我自己开始 我可是计划 三十岁之前 做完这些 就当个闲人的 朱玉看着朱军 内心说不出的震动和感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 如此清楚地 聆听朱军内心的想法 原来不知不觉中 弟弟已经常 长到了这种地步 他的内心 原来如此的细腻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朱英雄 他本来还说 要好好安慰朱军呢 现在反过 来被他安慰了 他感觉有些鼻酸 昔日的小老弟 一下子变成了 可以依靠的大树 朱玉突然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好一会儿他才道 我弟弟 真的长大了呢 大哥 我今儿都算是 跟你交底了 咱们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你可千万 不能听他们瞎咧咧 我是真的没事 磨乱七八糟的想法 从来都是 朱军一脸正惊地道 推荐本书 第612章 在天义军 我明白 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 朱玉见朱军有些紧张 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就好 还有件事 我想再扩充一个骑兵护卫 朱军道 刚才在凤天殿莫敢说 怕被人喷 朱玉点点头 好 这件事我会办妥 不过那些战马 你要送一些回京 这个好说 朱军大喜 等日后一切稳当 这兵我一个都不要 你爱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朱玉笑了笑 只是眼中 多了一丝莫名的意味 兄弟二人在御花园交心后 朱军便推他 回东宫休息 正想走呢 就被朱英雄给缠上了 长室呵斥道 你六叔才征战回来 哪有功夫陪你 朱军一把将朱英雄背了起来 跟六叔回家 看看你的小弟弟 小妹妹 长室闻言 也是一脸无奈 六弟 你不能太宠他 免得将来无法无天了 朱军哈哈一笑 他要敢胡闹 我肯定收拾他 朱玉也笑着摇摇头 算了 随他去吧 长室瞪了朱英雄一眼 那你可要听六叔的话 知道吗 放心吧娘 朱英雄抱着朱军的脖子 眼珠低溜溜地转 叔侄俩离离开东宫 朱英雄不断地询问着 朱军北伐的种种 朱军也没有隐瞒 把他想知道的 全都说给他听 饿得朱英雄窜上跳下的 六叔 你太厉害了 我以后也要成为 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朱军揉了揉他的脑袋 会有那一天的 回到污王府 徐妙锦等人 挺着大肚子在门口候着 见状 他急忙过去 等好久了吧 莫呢 刚过来 徐妙锦道 才不是 姐姐都在这里 等了快半个时辰了 汤忠灵抱着儿子 笑眯眯地拆穿了他 朱军抱着他 又看了看 搭着肚子的沈多 李婉秋 慕念慈等人 急忙道 先回去 等安抚完众女后 朱军这才看了 两条小牛和猪猪 小家伙白白胖胖的 养得很好 特别是抱着闺女 朱军就舍不得撒手了 看到这一幕 众女不住地打去 其他没有怀子的妾室 则是羡慕不已 苏努儿就不说了 无数次在梦中梦到朱军 醒来后便觉得 无比的空虚寂寞 当初朱军身边 还没什么女人 可眼下 女人多大 他们都凑不上跟前 朱军也把大半的时间 都留给了王妃们 他们母女 虽然也经常被召见 可总归是少数 而且 他们两人虽然住在后院 却和朱军 没有太多的关系 更像是主仆 他内心煎熬的同时 又觉得亏欠女儿 看着女儿日 日苦练记忆 却始终得不到殿下的心 他内心无比的惭愧 他知道 殿下不喜欢他端着 也不喜欢强迫他 很多次 他都想 半推半就的 自己就从了 可朱军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从不勉强 那一日之后 他甚至没让自己晋升过 就算把自己带来了凤阳 也没有再碰过自己 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让他无比的寂寥 你快去洗澡 浑身都是酒气和臭汗 别训着闺女 徐妙锦道 是是是 我这 就去洗漱 朱军点点头 急忙将闺女递给了清河 这才往洗漱房走去 本以为徐妙锦和观音奴会过来 却没想到 来得尽是汤秀玲 朱军往外看了看 就你一个人进来的 汤秀玲见朱军有些失望 心中一颤 嗯 洗漱房闷热 地板湿滑 王妃他们行动不便 所以就让奴婢过来伺候 朱军一听也是 现在他们月份都大了 若是摔跤 可不是小事 本来还想着鸳鸯细水的 现在这种念头也细了 汤秀玲也不是第一次伺候他了 便闭着眼睛 等着汤秀玲动手 许久不见朱军 再次见到朱军的时候 他居然有一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 特别是知道朱军北伐成功后 那种感觉就越发地强烈 当他现服的时候 脑海里有关廖泉的身影 已经彻底暗淡 他靠近朱军 动作生疏得很 甚至因为紧张 身子都有些轻微的站立 看着朱军的侧脸 还有那刀 披斧凿般的身材 轻微的触碰 让他方形大颤 朱军皱起眉头 怎么了 没 以前你可不这样 怎么这一次 反倒是生疏起来了 汤秀玲一愣 不由脸一红 随即深吸口气 将外衣退了 然后下水 跪在朱军的身后 小心翼翼地伺候住 朱军眯着眼睛 这才对吗 看来有段时间默教育了 得巩固一下才行 手一退步了 朱军到 汤秀玲低着头 咬着嘴唇 请殿下惩罚 朱军也莫客气 直接惩罚了起来 等到汤秀玲彻底 认识到自己错误 这才收手 洗漱完后 朱军心满意足地离开 汤秀玲一脚轻一脚重地跟在后面 别多想 朱军莫碰他 他觉得还差点 不过除了那最后一步 他已经对汤秀玲了如指掌 在王府内休养了三天 朱军才算是把骨子里那股邪火给去了 而朝廷那边动作也很快 让人带兵去镇守硬仓 朱玉也成立了神策军 让礼吉霸总领 这下 就算别人有威辞 也不敢说了 太子都说了自己长兵 看似没有了兵权 可实际上 手中的兵权再次膨胀 他跟朱玉商议 暗中把礼吉霸掉回来 争掉三千骑兵 然后水师争掉一万 争取在年底把宁波的海匪给搅了 他心里一直记住开海权 而经北伐大盛 两国兵力退去 国内的动荡也随之平息 就算是那些海匪 也不敢在这种时候路头 所以接下来 朱军就可以安心地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殿下 方克清求见 巡步三过来通报 他来得正好 我还说去找他呢 朱军回凤阳击天了 还莫出府呢 本打算今天出去逛逛 顺便找老方聊聊 没想到他自己过来了 第613章 方克清入连政司 很快 方克清便进来了 下官参见吴王殿下 行了老方 都熟人了 莫必要这么多脸 朱军笑眯眯地搀扶起方克清 方克清笑着道 礼不可费 本来前两天下官就该过来了 不过想到殿下北伐疲累 所以今日才来 宁波马上怪是对的 这些日子 本王可是被人弹劾得够惨的 你要是马上凑过来 少不得有人弹劾你 哼 小人长气气 这些人除了上斗弹劾 没半点主见 方克清冷哼一声 心中缺响 就算他们觉得 自己是吴王党 那又如何 他已惊吓定决心了 就算再多人弹劾 他都不怕 走 咱们边喝茶边聊 朱军拉着方克清 进到专门会客的小院子 让人准备点心茶水 道 我不在的日子 凤阳发展得如何 托殿下的福气 一切都好 相较去年 凤阳生产值提升了六成不止 纳税提升了两倍 今年迁都 凤阳人口已经逼近百万 年底之前 一定能破百万 而且 伴随着淮河大桥落成 两地交流更加方便 今年淮河清敌已经完成了 现在码头 每日货物吞吐都非常的大 已经不用对外招商引资 每日都有很多人 过来询问落户的事情 明年便可以扭亏未营了 哦 还有 凤阳府所有的县城路都通了 争取在明年之前 打通所有的村道 很好 一点点头 主要是方克清执行力强 再加上凤阳是苦日子过来的 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 都吃够了灾难的苦 所以格外珍惜现在的来之不易 现在凤阳也已经走上正轨 你鞠躬至尾 我父皇没少夸你吧 朱军笑咪咪的道 方克清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都是下官该做的事情 也是托了殿下的福 否则这种事情 也落不到我方克清的头上 嗯 现在凤阳城中都了 接下来就是化区 分别管理 直辖府那一套 也要套用过来 你再当这个知府不合适了 有个新部门需要你 方克清脸色微变 请殿下试下 你别紧张 对你来说是好事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吗 方克清想了想 殿下说的是自下而上 从善如流 没错 朱军点点头 朝廷要成立连政司 还缺少一个司长 这个连政司是专门监管管卫司 还有天下官员 主要针对他们贪磨 独职等问题 你的人品 本王是信得过的 所以这司长你来当 不过 本王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要是觉得有棘手的问题 可以来找本王 方克清想都没想 愿为殿下赴汤蹈火 不是为我 是为了朝廷 为了天下 朱军很满意方克清的态度 不过 本王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不能奉公守法 本王也不饶了你 若下官贪磨独职 不用殿下说 下官提头来见 方克清直接立下军令状 好 记住你今日说的话 不日朝廷就会有文件下来 但是你记住了 不要把本王的事情说出去 咱们两个 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方能震慑这些人 朱军提醒道 方克清点点头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同时内心也非常的紧张 生怕自己做不好这件事 于是 他向朱军请教 朱军也没有吝啬 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 方克清听得很仔细 到后面 甚至还把朱军说得记了下来 回去细细参悟 送走了方克清 朱军揉了揉发酸的腮帮子 又来了一件事 他来到了后院 将苏奴儿母女招了过来 一段时日不限 苏奴儿变得更加的风盈 那骨子女人味 看起来越发疯情万重 苏小小在看到朱军的那一刻 眉宇间自带的忧愁 都散去不少 巴掌大的瓜子脸上 满是喜色 来一曲儿吧 好些日子没听了 怪想念的 朱军坐在躺椅上 院落里风大 吹得他很是凉爽 苏奴儿二人对视一眼 这一次是苏奴儿谈鼓针 苏小小偏偏起舞 这母女俩配合起来默契无双 当初把她们留下 真是留对了 等到义舞完毕 苏小小额头 已惊不满了香汉 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朱军 直到朱军脸上露出微笑 说了句 很好 他这才笑了起来 自己连日来的努力 没有白费 唱一曲儿吧 本王密会 朱军吩咐了一句 苏小小便唱了起来 那无浓软语 就如同泉水叮咚 听起来异常的舒服 不一会儿 朱军还真就睡着了 这三日来 他可没少飞药 大肚子的 没大肚子的 一个都不能少 特别是观音奴 汤秀玲 清和三个 生完孩子后 各方面的属性直线飙升 最起码 不是以前那么轻 而一举就能收拾的了 见朱军睡着 苏奴儿起身 你在这里守着殿下 一会儿殿下醒了 你就邀请殿 下去你哪 知道吗 苏小小点点头 然后坐在朱军旁边守着 看着那张俊俏的脸庞 痴痴地发呆 苏奴儿叹了口气 也知道这傻鬼女士彻底沦陷了 可她自己 又何尝不是呢 这一决 朱军睡得特别踏实 这个新王府 比原来的老王府 占地位置大 再加上这两年修建的时候 沈家没少运好东西过来 所以 显得特别的低调奢华 是朱军喜欢的哪一款 殿下 您醒了 可不可 奴婢给您凉了水 苏小小急忙问道 朱军点点头 茶杯就递到了嘴边 他只需要弄弄嘴 就能喝到茶 喝完茶 朱军满足地出了口气 你一直守在这里 苏小小点点头 是 奴婢一直守在这里 别奴婢奴婢的 我不是说过了 无人的时候 称我 朱军捏了捏他的下巴 我不在这些日子 你又轻瘦了 要多吃点肉 知道吗 这一点关心 让苏小小分外享受 他乖巧地犹如一只小猫 就连眼睛也眯了起来 然后用软软的声音道 殿下 我特别练了一种舞 您晚些可以去我那儿吗 我单独跳给您看 第614章 真不是个东西 这小妮子的风情 可不是一般人能抵抗的 也幸好朱军身边都是角色美人 要不然还真的把持不住 好 晚些时候再过去 朱军说道 苏小小欢喜不已 连忙给朱军捏腿 是夜 朱军硬妖来到了苏小小的院落 进到苏小小闺房之中 那女子的香味令人迷醉 苏小小穿着轻薄的纱衣 看起来格外的清凉 不过 他显然是精心装扮过的 一旁的餐桌上 备了精致的韭菜 房间里红烛悠悠 映照的通量 好一个小妖姐 朱军突然兴趣大开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坐在了餐桌旁 苏小小急忙取出 冰箭里的冰块 给朱军倒了一杯酒 又自顾自地提了一杯 谢殿下百忙之中 来奴这边 你我什么时候 需要这般客气了 朱军笑了笑 不是客气 是奴紧张 害怕一会 殿下不喜欢奴的心舞 说着 他一口将杯中的酒饮镜 给自己壮胆 然后走到中间 四方的红烛 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穿着轻薄沙衣的他 在周身好似香了一层火光一样 那透光的丝绸 将那曼妙的身段 完美地展现出来 纤细的枝鸭上 挂住的是累累硕果 这倒是让他不由想起了 那个身怀异乡的秦彦如 看来的找个时间 把他叫过来 还有李湘俊 这两个女人 都是自带体香 各有千秋 就在这时 苏小小提醒道 殿下 奴跳了 朱军这 才反应过来 暗骂自己过分 眼前佳人还在 微博自己 一笑而努力 自己居然还在 想起他的女人 太不应该了 他定了定心神 也是目不转睛地 盯着他看 苏小小多年轻盈舞蹈 再舞技这一块 还略胜过苏奴 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妖魅得不行 但是却没有那骨子俗味 那一眸一笑 简直勾人心魄 弄得人心底直痒痒 有意思 朱军翘着二郎腿 就这小菜喝着酒 欣赏住苏小小的舞姿 知觉地 人生莫过于此 难怪所有人都追求全才 这实在是个好东西 他想到了 那个西门大观人 就是偷舞大郎老婆的那个 据说有一次西门大观人病亡 潘金莲为了讨好西门大观人 居然用嘴长西门大观人的人钟摆 还有卧心长胆的构建 前者是为了屈炎腹势 八剑 后者是为了活命 但两者都用相似处 那就是屈服在强权之下 这东西实在是肖魔人的意志 很难不让人膨胀 想到这里 朱军暗暗告诫自己 可以享受 但是不能沉迷 更不能膨胀 就在这时 苏小小的舞姿变幻 那轻薄的沙衣居然脱离了束缚 白嫩的肌肤 在烛光下映照的透红 仔细一看 似乎在肌肤上 洒上了一层荧光 看起来整个人都在发光 他一直在观察着朱军 害怕朱军瞧不上这种舞蹈 更害怕朱军觉得 自己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他更害怕从朱军眼中 看到厌恶之色 好在 朱军看得很入神 眼中满是欣赏之色 他深吸口气 想到了师父说的话 索性豁出去了 伴随着舞蹈推进 苏小小越发的卖力 朱军看得是口前蛇躁 不断地喝着冰镇的酒 不过越喝越是口前 眼前的御人 也是相悍淋漓的 在烛光的映照下 好似每一粒汗珠 都在闪闪发光 那无拘无束的舞姿 那令人挪不开眼的风光 自此刻将朱军的心火 给勾动了起来 苏小小见 朱军依旧没有动作 一咬牙 凑近了朱军 要是殿下再瞧不上 他真的磨脸了 殿下 这新舞 您可喜欢 喜欢 苏小小都主动到这种程度了 朱军又不是傻子 不过 攻克苏小小很容易 难得是苏奴儿 考虑到这一点 朱军依旧没有太多的动作 那奴就没有什么 跳得不好的地方 苏小小转了个圈 差点没让朱军流鼻血 你跳得很好 若硬是要说有 便是你生得太美了 跳舞的时候 一直在看你 苏小小心中又是高兴 又是羞涩 随即站起身 苏小小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本以为殿下 是朝着自己来的 一颗芳心 犹如小鹿乱撞 可就在这时 朱军确实将散落的衣服捡起 随后披在了苏小小的身上 我今日可算是大饱眼福 一起过来吃饭吧 苏小小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大大的眼睛 里满是迷茫 下一刻便水雾朦胧 朱军强狠下心不去看他 全当没看见 自顾自地坐在那里吃饭 苏小小尴尬得急了 他此刻已经陷入了 自我怀疑之中 难道殿下觉得我太过放浪 根本不屑碰我 还是殿下觉得 我这个人太过浅薄 只会跳这些舞蹈 来勾引男人 他莫不是 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还是说 我根本让殿下提不起兴趣 苏小小是个美人 作为心情怀巴掘之一的魁首 他是有资格骄傲的 可自己进入吴王府都一年多了 殿下居然没有碰他 特别是朱军身边的女人 越来越多 怀孕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也是越发地着急 他甚至想 殿下身边的女子 都是名门之后 清白之身 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比自己要强 自己怎么比得上呢 这让他有一种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感觉 这一刻 这种感觉越发地强烈 愣着做什么 过来一起吃 朱军道 是 殿下 奴整理一下衣服 苏小小强忍着心酸和鼻酸 将衣服一件件地整理好 甚至还换了一件 格外保守的衣服 也不敢坐在朱军对面 就站在一旁 你站住坐身 奴站着伺候殿下就好 苏小小满腹的委屈 却不敢表现出来 抢挤出一个微笑 然后给朱军针灸 朱军看破不戳破 让他坐下一起吃 可苏小小只傲得很 朱军也就随着他去了 吃饱喝足后 朱军离开了苏小小的闺房 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 里面传来了悲泣的哭声 那一刻 朱军觉得 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第615章 奴都快疯了 小小 是我 你开开门 朱军离开后 苏奴儿便闻风赶来 得知朱军病 没有在这里过夜 他心中也是一阵酸楚 他敲门许久 房门才打开 只现一脸泪痕的苏小小 哭着扑进自己怀中 师父 我失败了 殿下估计是 嫌我太肤浅放浪了 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苏奴儿也害怕 苏小小声音太大 让其他人听去 连忙抱着他进入房间 关上房门道 不是的 殿下怎么会嫌你肤浅放浪呢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真的 那位什么殿下 都不拿正眼瞧我 虽然殿下嘴上夸我 可我在他眼里 还不如眼前的饭菜可口 苏小小指着 一扫而光的饭菜 哭得更加伤心了 苏奴儿苦笑一声 心想 殿下是个正常男子 自家这傻丫头 是个男人都忍受不住 殿下之所以久久没有动作 恐怕根源还在自己身上 怕是这些日子 自己的表现 让殿下很不满意 可是 自己是 或许是殿下有什么要事 不能在你这里耽搁 你千万别想歪了 若是殿下真的对你没感觉 也不会硬摇过来了 苏小小指 忽而备受打击 师父 我觉得殿下是可怜我 是啊 见归女哭的这般伤心 苏奴儿也是一阵心痛 也跟着落泪 你相信师父的的话 师父肯定不会骗你的 应该是殿下 觉得实际不对 你想想 咱殿下跟其他男人一样吗 不一样 那就对了 若是其他男人 怕是早就将咱们吃钱抹尽了 还会让咱们娘俩 好吃好喝 在府那样尊出优 咱们这待遇 不敢说彼得上王妃 但一点也不比殿下其他女人差 而且也自由 这说明什么 说明 殿下是把咱们放在心里 真正当成自己人 你若是如此轻贱自己 那才是真的伤了殿下的心 若殿下知道你这般想她 你说她会如何想 苏小小一想 得却如此 师父 和我 殿下不是那种沉迷女色的人 也许 是你我想差了 苏奴儿斧着闺女的秀发道 你想 殿下当初说过的 要照顾你我 她可有食言 不是将你我照顾得好好的 还有 殿下吩咐起咱们来 既尊重也不见外 对不对 苏小小轻轻点头 那我以后该 如何和殿下相处 我今日这般放浪 日后殿下会不会觉得我是个 傻丫头 你都被殿下看了去 殿下还能不要你 这是迟早的事情 苏奴儿笑着道 咱殿下可是个负责的男人 苏奴儿哄了好一会儿 苏小小才破题未笑 心中也没有那么难过和忐忑了 把苏小小哄睡后 苏奴儿离开院子 一番询问 才知道朱军在书房 苏军这会儿正在看情报 虽然回京了 但辽东那边不能不管 除此之外 还有各路直辖府工程的进展 宁波府那边的情况 天命祖的情况 所以每三天 朱军就要抽不少时间 来处理积压的事情 随着他的布局越来越大 要顾虑和处理的问题 也越来越多 殿下 苏奴儿求现 寻步三道 苏军放下手中的奏折 心想 这女人总算是来了 让她进来 随即书房门打开 苏奴儿从外面走进来 见礼后 朱军问道 这么晚了有事 苏奴儿走到书桌前 跪下 殿下 是奴奴错了 请殿下处罚 你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朱军起身 过去搀扶 苏奴儿却是不起来 眼中含泪道 殿下 奴儿能得殿下看重 是奴儿的幸运 不过奴儿到底是小小的长辈 真的不能跟小小抢 朱军看了口气 你就因为这事儿跪下 在你眼里 本王是东西 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 不 奴儿没有这个意思 殿下是奴儿的天 又岂能让来让去 苏奴儿养试着朱军 这个男人北伐回来后 身上的威严更重了 让他都有一种 很强的压迫感 可也是这重压 迫感 让苏奴儿有一种 极为强烈的安全感 他自幽命苦 辗转飘零 后在应天十六楼 以为泰文能够忽悠自己 却不想 到底是错误了 碰到朱军后 他才过上了 自己想过的人生 可是 自己大了朱军这魔多 身份又卑贱 还不是清白之身 如何能让他近身 那岂不是惦于了他 能得他的喜爱 他是既高兴又害怕 最重要的是 苏晓晓已经彻底沦陷了 他这个名义上的师父 真是身份可是他的 这多重的原因下 让他无比的煎熬 起来吧 本王从来 就不喜欢勉强别人 再说了 本王也不差女人 这种事情 你亲我愿的 若是勉勉强强 也没有意思 朱军顿时觉 得意心阑山 时至今日 他什么人 坚决色莫碰过 但是他从来 不会勉强别人 并不会看别人漂亮 就动用手中的权势 让别人屈服 那有什么意思 逛青楼 好歹能享受紧的服务呢 愿意 努儿愿意 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 朱军叹了口气 回去吧 感情之重是 勉强是没用的 努儿喜欢殿下 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 苏努儿急了 他从朱军的话 终听到了失落 那一瞬间 他再也忍不住 脱口而出 并不是勉强 没有任何勉强 只是努儿 大了殿下许多 身份卑贱 又不清白 所以 我说你不懂 你如果觉得 我因为这样而亲见你 那我才是 白白浪费了精力 朱军摆摆手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吧 眼泪在苏努儿眼眶打转 他也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起身 一把抱住了朱军 然后点起脚尖 重重地亲了过去 好一会儿 他的脚跟才落地 努儿懂 努儿什么懂 努儿只是不愿意 让殿下难做 也不愿意 让小小难做 但是努儿的心 早就给了殿下了 殿下不在的日子 奴都快疯了 白天想 晚上想 做梦还在想 第616章 袒露心生 苏努儿感觉自己快疯了 不过 疯就疯吧 无所谓了 再不说这重话 自己娘俩真的要错过这个男人了 他抱着朱军 痴痴地看着他 奴在想 奴大概是疯了 这般年纪了 还在痴心妄想 这世上的男人都一般 可奴错了 殿下又岂是其他男人能比的 奴有时候在想 一个淤泥里出来的女人 居然还要脸面 承蒙贵人看中 已经是颇天的福气了 所以 奴害怕 惶恐 彻夜辗转难眠 奴害怕再次被人抛弃 非常非常害怕 朱军看着这个女人 你可知 我为何这么久了 都不敢动你们 因为殿下联系我们 害怕亲见了我们 你全都知道 奴又不是傻子 自然明白殿下的苦心 只是奴太不自信了 相比殿下身边的女人 奴儿并不出色 无论哪一方面 唯一拿得出手的 兴许也只有唱曲和跳舞了 苏奴儿泪流满面道 殿下太好了 好到让奴都不知道 该怎么应对了 有时候奴都在想 吃了这么多年苦 居然一招苦尽甘来 那滋味太甜了 甜到让人不想松口 又害怕自己吃不下 总有一种 不踏实不真实的感觉 就好像在梦里 王府上下众人 也并不轻慢奴 就连王妃也带奴很好 奴真的很幸运 很幸运 这些年寿的苦和羞辱 还有各种不公 再来到吴王府后 统统没了 没有轻见 没有怠慢 没有朝不保夕 也不用对那些臭男人陪笑 害怕自己随时 都要将清白之身交出去 这里的一切都太梦幻 所以 苏诺儿害怕 他拼了命地 想让自己看起来之前一些 可自己这种矜持 却让这个男人失望了 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过去 过往 他怜惜自己 一直默默地 在用自己的关心 呵护着他们母女 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 让他们找到自己 重回生活 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 而不是纯粹地 为了取悦男人 朱军扎舌 看来你在钓鱼啊 本王居然被你耍得团团转 此话一出 苏诺儿哭得更厉害了 翘脸下的煞白 没有 奴没有耍殿下 也没有钓鱼 更没有恃宠而骄 奴只是害怕 见他吓得浑身发抖 朱军连忙拍着他的背 我严重了 你别紧张 苏诺儿浑身止不住地发颤 他紧紧地抱着朱军 生怕这个男人要跑了一样 他恨不得将自己 揉进朱军的身体里 奴以前是害怕失去这种生活 现在是害怕离开殿下 那小小那边 殿下 奴的身心早就是您的了 但是小小那边 您能不能别让他知道 苏诺儿哀求道 就当是给奴一点颜面 求您了 这是他这个做长辈的人 最后一丝尊严 朱军也知道 不能逼得太紧 苏诺儿已经交心了 不再隐瞒自己 那么 这一年多来的努力 也就没有白费 好 我不会让他知道 谢谢殿下 苏诺儿感激得不行 于是再次踮起脚尖 这一次 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看着眼前 这个男人 英俊 威武 霸道 身份尊贵 还如此温柔 善解人意 简直是完美男人 即便不能独占他 但是能够幸的 他一丝关注和温柔 已经是自己的幸运了 他脸很烫 男人眸子里的火 很旺 他没有躲闪 也不再逃避自己的内心 他要将自己 献给眼前这个男人 让他彻彻底底地 明白自己的心意 他是第一次 如此迫切地想要让 一个男人 明白自己的心意 就差拿一把 刀将自己的心抛出来了 这一年多来的煎熬和忐忑 在这一刻 统统没了 只要能抱有一丝尊严 便够了 只要在小小心里 自己还是那个 有尊严的长辈就够了 就当自己欠这个男人的 自己下半辈子 就专心地偿债了 殿下 您听到奴儿的心意了吗 苏奴儿眼神迷离地问道 听到了 那滚烫沸腾的心意 让朱军动容 伴随着 他将自己的心声吐露 朱军也毫不吝啬 在那一刻 彼此心意相连 再不分彼此 这天夜里 二人就在书房歇下了 苏奴儿的美 是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 那种内敛的美 一旦发觉 足以让人疯狂 那只热又滚烫的心意 很难让人不认真对待 一日一早 天蒙蒙亮 苏奴儿就想离开 但是他太高估自己 也低估了朱军 他整个人软绵绵的 就像是浑身被抽空了力气 回想起昨晚自己的坦白 他就一阵羞涩 可随之而来的是喜悦 这个男人对他的欢喜思 毫不作假 他用自己的行动 来告诉自己 到底有多喜欢 最后的下场就是如此 只不过 他不能久留 要是让小小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 师父把自己哄睡着 结果自己去陪殿下了 他会不会觉得 自己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会不会觉得 自己抢了他的男人 他定了定心神 恢复了一些力气 小心翼翼的起来 可还是惊醒了身旁的男人 怎么了 天色不早了 奴要走了 外面那么黑 再多休息会 朱军雀 是一把将他拦了过来 这女人到底有多香软 你根本想象不到 即便是夏天 朱军都舍不得松手 爷 苏努儿小声地哀求着 不过很快 就说不出话来了 最后 天大亮 他草草收拾一下 便兜着走了 朱军神清气爽 揉了揉微酸的腰 不由道 养了这么久 终有所获 一下子没把持住 过度了 要切记不能瘫痪 不能因为一时的痛快 毁了以后的幸福 自我反省了一会儿后 朱军洗漱 开始日常锻炼 而苏努儿回到房间 看着镜子里春光满面的自己 一时间尽失了 不过那骨子一样 还是让他回过神来 他按道 殿下喜欢孩子 可是我要是有了 那小小起不是迟早会知道 怎么办 苏努儿顿时有些焦虑 昨夜朱军可是特地交代过的 不许他用特殊手段 第617章 一口破波 唉 这个冤家 真是要被他害死了 他在16楼 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些规避手段 可朱军的话 他又不敢不听 要是自己真的有了 苏努儿不知道怎么办了 不过他想 自己应该马上要来事了 应该不会中 只是下次要小心住点 他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说 不过 这脖子上 锁骨上这些痕迹 却是难办了 也不是洗澡就能去掉的 他只能用胭脂遮盖 忙活了好一阵 才将身上不属于自己的气息遮掩下去 但是他总觉得不利索 好像时不时就有 师父 您起了吗 这时 外头传来苏小小的声音 苏努儿急忙到 起了 你进来吧 他急忙照了照镜子 确定没有任何异样 才放心 今天王妃说要去黄绝寺祈福 让咱们一块跟着去 苏小小道 师父 你看我 眼睛这么肿 怎么办 原来苏小小昨夜哭得太凶了 一觉起来 发现眼睛肿得核桃似的 本就自带忧愁属性的他 此刻看起来不是忧愁了 就像个苦瓜似的 这种苦瓜脸 带出去 谁见了能喜欢 快用热鸡蛋敷敷 然后用胭脂补补气色 苏努儿说道 苏小小点点头 见苏努儿穿着如此保守 心下一动 师父 我是不是也要回去换一套跟您一样的衣服 苏努儿脸一红 他穿这样 不是因为怕冷 这大夏天 谁穿着磨膏领子的衣服 还不是害怕汗水将胭脂冲刷 露馅 不用 你就穿得素雅一些就行了 殿下那边你不用担心 他不会觉得你是个浅薄的人 真的 真的 我很肯定 若你不信 今日我寻个时间去问殿下可以了吧 苏努儿有些心虚 毕竟他昨天特地问了朱军 不过我听说 昨天晚上 殿下在书房忙公务 殿下又不是迷恋女色的人 下次找个殿下 不是太忙的时间 肯定能行的 苏努儿有些愧疚 这么欺骗苏小小 日后他知道了 会不会怪自己 不过此刻也只能如此了 苏小小则是一脸傲盲 我真笨 还在那里胡思乱想呢 殿下是办大事的人 哪能天天跟我一样 而女情长 要是耽误了殿下的大事 我白死莫熟 行了行了 你以后别瞎想就是了 快用鸡蛋服服 苏努儿将剥好的鸡蛋递了过去 心说 总算是把这小泥子安抚好了 苏努儿夜宿朱军书房的事情 知道的也不少 但朱军下了命令 不许说出去 而且这事尔寻 不三已经记录起来了 比如朱军努力了几次 什么时辰 都一清二楚 这也是为了保证血脉纯净 所以从今天起 苏努儿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是真正的主子 府内的下人都得了交代 得小心伺候主 苏小小默感 绝出异样 但是苏努儿明显感觉到 下人看自己的眼神 乃至与自己交代 都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这种变化 让苏努儿有些紧张的同时 又觉得窃喜 最起码 王妃没有排斥自己 跟着大部队来到黄绝寺 这里原是朱远璋 礼佛的于皇寺 老朱功成名就后 曾重回黄绝寺 问方丈自己要不要下跪 方丈也是个聪明人 说 现在佛不跪过去佛 不仅让老朱龙颜大悦 这于皇寺 最终改名黄绝寺 从此香火鼎盛 作为老朱的龙心之前 出家礼佛的地方 帝王相 日夜有僧人诵经祈福 受人香火 这地方破灵宴 凤阳百姓初一十五 也喜欢来这边上香拜佛 朱军原是各无神论者 可穿越这众事都有 就由不得他不信了 但他也不全信 只要自己不做亏心事 他谁也不怕 想想自己来到这边做的好事 也够多了 就算是神佛又如何 这庙里有个老主持 叫高宾 据说近百岁 与老朱友恩 现在已经不主持寺庙的日常 不过 得知朱军过来 这老主持 还是特地过来迎接 阿弥陀佛 平僧见古巫王殿下 巫王殿下 立临本寺 彭壁生辉 朱军觉得 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 有点意思 您应该 就是高老主持吧 您这么 说我可不敢应 这黄觉寺乃是龙心寺 庙宇里不是佛祖就是菩萨 就算我不来 也是金光灿灿 又起因我彭壁生辉 殿下是有大功德的人 堪比神佛 来到这里 自然是彭壁生辉 高宾笑了笑 浑浊的眼睛里 似乎有着莫名的一光 朱军打了个哈哈 什么大功德 真正有大功德的 是我父皇 陛下是身具天命的人 连神佛 都要拜倒在他脚下 难怪我父皇 每一次回凤阳 都喜欢来这里 朱军笑了笑 这老和尚师 再是太会说话了 那个当权者不喜欢听 高宾笑了笑 殿下是个有福气的人 未来必将福气绵延 子孙后代享受不尽 朱军拱了拱手 那就成高老主持的吉言了 高宾却不敢受他这一败 而是快步躲到一边 贫僧可受不起殿下这一败 会折受的 这老和尚 怎么有些神神叨叨的 不过他身后的女人们 倒是一脸 虔诚的样子 其实排除信仰不说 他觉得礼佛 信道 更多的是一众心灵上的寄托和安慰 朱军摇摇头 带着众女进去 不过高宾却一直跟着 朱军皱眉 老主持 您还有事 无事 就是有一样东西 想赠送给殿下 高宾笑着从怀中取出一件东西 那东西是一个残破的波 那波缺了一个口子 还有些生锈 看起来有好些年头了 这老和尚有病吧 宋人化缘的破波作甚 这是 这是陛下当年留在寺中之物 陛下一直想拿回去 贫僧想留下做个纪念 便厚着脸皮讨要 不过今日 贫僧觉得 殿下比贫僧更适合这个波 第618章 佛生裂痕 朱军皱起眉头 老主持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你以前为何不送我 以前时机不对 殿下受不起这口波 老主持笑了笑 当然 殿下若是不想要 贫僧也不抢求 朱军想了想 觉得这波既然是老朱之前用过的 他的纪念意义远大于他本身的价值 说不得日后还能留在家里 当个传家宝什么的 日后他可以告诉孩子 他祖宗开局一口破波 古往今来 再也没人比他祖宗开局更难了 那小子就谢谢老主持了 朱军双手接过破波 感谢道 见朱军接下 老主持笑容更甚 殿下既然接了这波 往日后 殿下能够砥砺前行 不忘初心 朱军总觉得 这老河上话里有话 可两人见面的次数加一块 还凑不齐一掌之数 记忆中 前身只是跟着老朱来这边礼佛 远远地看过他 对话也不超过一掌之数 也许是自己多想了 收下波后 朱军开始带着众女烧香祈福 也没待多久 毕竟一个个都有身子 等朱军等人下山后 一个小沙迷急匆匆地跑到老主持的面前 神情慌张地道 老方丈 不好了 出大事了 裂了 那些佛像 菩萨像 全都裂了 小沙迷急得不行 老主持莫说话 转身走进大雄宝殿 看着那尊金佛 佛身的精身 布满地道道道裂痕 他悠悠地道了句佛号 说道 前些年雨水太多 这两年又有些干燥 干裂也是在所难免 请人修补上就是了 他一句话 便给这件事定了行 若不然 传出去 必然会出大事 听闻老主持的话 众人这才没有那么惶恐 老主持回到房间 坐在蒲团上 看着上方的佛祖像 出家人不打狂语 今日却是犯戒了 不过 看来弟子没有看错 吴王的却是 老主持的声音越来越小 后面的话 被敲金沐鱼的声音掩盖 而朱军浑然不知道这件事 从黄绝寺离开后 一行人便在城外游览风光 凤阳方圆百里的各个村 正修缮得极好 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 当初被洪水摧毁的样子了 合作社的成立 使得百姓也逐渐富裕了起来 当初来这边 还是一副破落的样子 莫想到只是一年多的时间 居然如此繁荣啊 徐妙景靠在窗户边 看着不远处丘陵山 那一笼笼被开垦出来的土地 还有许多村民在上面除草施肥 朱军也也特别的欣慰 事实证明 他的策略是对的 只是这种做法 想要进一步的扩大 只是靠一个吴王府 亦或者是一个商会 是很难让全体百姓生活层次 在上一个台阶的 这需要朝廷颁布法令 让地方府衙和朝廷一条心 地主阶层 世人阶层 因为一旦村土地集体化 那么地主也好 世人也好 想要吞并土地 就莫那么简单的 而土地个人买卖 偷税漏税 就更难了 而眼下朝廷对文人的待遇 只会继续增加 不会削减 因为老朱海 需要这些文人 给他摇旗呐喊 想到这里 朱军安暗叹了口气 任何朝代 土改都是南中之南 因为这片土地的百姓 把土地看得太重太重了 想要避过这一关 让国家富强 让更多的百姓 有谋生的路子 一旦百姓 有了发家致富的路子 那么种田种地 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当然并不是 说不重要 只是在心里的比重会下降 通过多年的积累 当百姓积累到了一定财富后 就是社会转型关键了 朱军绝得 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太难了 他甚至在想 帮大哥把眼前的事情 搞定就算了 等天下统一 大业起码能维持 二三百年的国作 那时候 自己骨头都烂没了 七八代之后的事情 关他屁事 可转念一想 这片土地的百姓苦啊 公墓山上 那些被溺死的百姓 只是吉少的一部分 每当王朝末世 百姓的血 就会将这块土地侵染 老朱可能是所有皇帝里 最在乎百姓的皇帝了 他大哥也很挺自己 或许 只需要自己稍微提一句嘴 就能影响无数的百姓 持侠府 商会 合作社 开海帽 这些可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既然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 那就再努力一把 想想老朱开局 仅靠一口破波 就杀出了一番天地 自己不说与之对比吧 最起码也不能比老朱逊色 日后自己退休了 儿孙提起自己的光辉事迹 也有的说道 观音奴一直在关注朱军 他能看出来 朱军藏着心事 而此刻 现他脸上露出世然的笑容 便知道 他肯定是想通了 他心照不宣地 将一杯茶推到朱军面前 挪了奴嘴 朱军笑了笑 端起茶喝了一口 观音姐姐泡的茶 就是好喝 与此同时 双管城内 李子春身着盔甲气 喘郁郁地进了城 该死的东西 这些人简直名玩不灵 将军 少将军深陷淋雨 咱们必须派人过去救他 若不然恐怕 派谁去救 李子春双目通红 这一次大意了 本以为自己可以攻下西京 却没想到中了敌人的计谋 李承贵贪功冒进 正好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 他们兵力本来就不是很多 眼下折损进去一部分 他也变得有些畏守畏脚了 实在不行 咱们向大名人求救 来不及了 这里距离袁大都有上千里 一来一回 黄花菜都凉了 李子春道 袁大都自然是来不及了 可是将军 难道您忘了丹东 还有大业守军 带兵的可是吴王 那吴王是燕王的亲弟弟 属下上次和少将军去大业 燕王亲口说的 他和吴王关系最是亲近 所以 属下一位 不妨向他们借兵 给西京压力 让他们放人 李子春愣了愣 玄机一喜 此法不错 只不过 袁大都那边会不会 第619章 李承贵被俘 世纪从全 想必就算燕王知道了 也不会说什么 闻言 李子春点点头 那就派人去丹东求助 只要那边肯发兵 西京那边一定会迫于 压力放人的 李子春之所以敢如此肯定 但因为 大业实在是太将了 一个月不到 便攻破了硬仓 眼下除了不言铁末 和突歼铁末 还苦苦坚守 大元的旗帜已经倒了 高丽已经没有后盾了 要是冥王不灵 必定会被大业踏平 很快 李子春的人 就来到了丹东城内 镇守这边的是 托鹰铁末 得知李子春的 不将来求救 也是急忙将他叫了过来 一番询问后 才知道 李承贵被掠走了 这件事 本将军做不了主 托鹰铁末道 将军 那上报王殿下呢 殿下回京献福了 不在这边 托鹰铁末解释道 那不将都猛了 怎么也莫想到 朱军居然回京了 主要是消息太闭塞了 硬仓距离此地千里之遥 又隔着大海 想得知消息南上迦南 正当部将交集之色 托鹰铁末道 你现在城内住下 我问问傅元帅 那人大喜过望 谢谢将军 托鹰铁末之所以没有拒绝 理由很简单 短时间内 他们东进不了 而且 第二批军资已经送到了 手中有炮弹 他心里半点不慌 并且 他们手里也有马 训练骑兵 也只是时间问题 而朱军的意思是 先把打下的地盘消化了 把盗手的好处全部吃下 安排好不防 等候他的消息 不掩铁末和突歼铁 末骑兵加一块 少说也有六万 算上不足 十万人马是肯定有的 不足好对付 骑兵不好对付 特别是对方兵力 击备于我方的时候 一个决定 就很可能将自己拖向深渊 但是如果北下 将高丽拿下 这也是一件大功 高丽不遵大业号令 他们完全有理由讨逆的 托鹰铁末 正是想通了这点 才决定试一试 很快 他的信就送到了沈阳路 王宝宝看完信后 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麾下现在 有一万二千多骑兵 其中朱雀军 祥兵 还有盟员骑兵 也有一部分 他威望很高 押住这些盟员骑兵 还是很容易的 虽然朱军只给了 他一个护卫的编织 但又默然说 只能组建一个护卫的人 他们在硬仓缴获的骑兵 足以组建一个 三万骑兵的大兵团 不利用 起来起不太可惜了 除了送去朝廷的 剩下的马 都可以用来组建骑兵 而且 这一次送来的军资 有守城炮 还有大量的守雷 就算没有骑兵 守城还是不成问题的 用高力来磨力这些人 迫使他们加快磨合 快速形成战斗力 世纪从全 李子春也是得了 朝廷封赏的 原就有军 也是正确的 他急忙写了一封信 让赤后八百里 夹急送去凤阳 又调兵遣将 点名让托英铁末 带领这一万二千骑兵 援助双管城 同时还给了炸药包 守雷若前 还有攻城的火炮二十尊 此外 又让水师出动五千人 从西侧进攻西京 他的意思也很简单 拿下西京 把控高力 把高力变成后花园 如此一来 便可以源源不断地征兵 这些附属国的人死了 他也不会心疼 反正大元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七月 托英铁末和廖生 带领一万两千骑兵 直奔高力国界 而收到消息的双管城 也是出兵西京 吸引西京的注意力 李子春心下大定 大业出兵 那么这件事肯定稳了 而李子春的大儿子李源贵 和三子李和 可不振摩响 他们都巴不得李承贵死去 大哥 你觉得二哥在西京怎么样了 李和凑到李源贵跟前 我怎么知道 李源贵冷笑道 我自然是希望 他好好活着 我也希望如此 李和假惺惺地道 他们三人都是同父异母 也是面和心不和 父亲最宠李承贵的母亲崔氏 再加上李承贵从小就聪明 长得也最像父亲 虽然父亲没说话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他把李承贵 当成自己的接班人 可他们不服气啊 他们李家造反 现在又抱上大爷的大腿 日后肯定能当高丽王 风险大家一起担 利大家一起出 凭什么让李承贵当即成人 所以他们不服气 这个位置 他们必然要争一争的 这次打下西京后 你有什么打算 李源贵问道 听父亲安排 李和漫不经心地道 大哥你呢 听说这次带兵的是 吴王麾下的大将 托英铁末 这托英铁末 就不用我介绍了吧 王宝宝的弟弟 虽然比不上盖世太宝 可也是当时一流的猛将 他们三人都是吴王的舅子 和吴王的关系 自然不用说了 老二可以巴结燕王 那咱们自然也可以 和吴王攀关系 最重要的是 燕王再元大都 吴王却可以把手伸进高丽 常言道 县官不如县官 咱们李家能够不能坐稳这个位置 恐怕还需要吴王发话才是 李和眼前一亮 可是大哥 二哥和燕王关系好 吴王又是燕王的亲弟弟 关系自然更好 这么做的话 燕王和吴王关系自然好 可别忘了 老二那个宠货骄傲自大 才将自己陷入淋浴 因为他 咱们死了多少弟兄 如此大错 你觉得燕王会不会重新考虑 李元贵笑眯眯的道 大哥说的是 李和虽然感觉李元贵没安好心 但这个提议却格外的诱人 他们想跟李承贵争 只是考战功还不够 必须抱一条大腿 吴王立下大功 又是大业皇帝的幼子 深得宠爱 若是能够抱紧他的大腿 自己上位的概率就更大些了 就更好了 就他跟大哥争夺 至于老四那个数字 根本不成气候 不配和他们争夺 献礼和心动 李元贵心中暗笑 正好让这家伙去试探试探 不过 一旦西京城破了 未来高丽 就是他们李家的天下了 他还真的很期待呢 第620章 全是去留 转载请著名来源 7月 孟秋 朱军在府上很是舒坦地 休息了大半个月 在府中陪陪娇娇妻 抱抱闺女儿子 看着小家伙一天天地长大 沉浸在未人妇的喜悦之中 这些天也让苏奴儿 解锁了更多的舞蹈姿势 下一步就是把苏小小给吃了 不过 他还是喜欢在苏小小当面 欺负苏奴儿 这女人每次都一本正经地忍受着 不过 这些日子 他也不是纯粹享受 先是连正司的剑里 让巩卫斯紧张了起来 这不 今日蒋桓更是亲自上门 探听朱军的口风 言语之间 都是八解 你不用紧张 以我对老方的了解 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坐的端 他是不会对你如何的 要紧张的 应该是那些贪官余利才是 而且 巩卫斯也好 连正司也罢 都是互相监察 理论上说 你们是平级的 懂了吗 朱军提醒道 蒋桓皱起眉头 随即便反应过来 连正司为何应运而生 还不是因为办事不利 比如扬州窝藏的匪徒 又比如苏州的大案 这才让陛下失望 所以才弄了个连正司 出来监管巩卫斯 那方克卿是谁 是油盐不尽的毒夫啊 就这一点 若是被他抓住把柄 不死也要脱层脾 而且 他的靠山可是无王 谢殿下指点迷惊 蒋桓皱首道 本王不说 过几天 你自己也就想通了 其实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一旦巩卫斯失了制衡 那么必然会成为出头鸟 你想想 这些年巩卫斯做了多少事情 又有多少人恨巩卫斯 恨得牙痒痒的 现在有人替你们分摊火力 岂不是好事 朱军笑眯眯地道 殿下说的是 不过 巩卫斯也好 连正司也好 都是陛下手里的两把刀 刀太过锋利 需要刀鞘 否则容易伤人伤己 故此 二者都是彼此的刀鞘 朱军点点头 是这个理 但是有一点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 大业还远远 没有到内耗的时候 我父皇的大院 朝廷的计划 你是知道的 而等人 又诱饵在这里 不怕他们不听话 就把这大好的江山土地 让给李家父子 朱军道 大哥 没有李家父子 我也能行 你为何执意 要这么做 难道就为了攻打窝岛国 朱军看着朱军 这也不像你的性格 你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好战了 朱军总不能说 他从另一个世界来吧 虽然这个时空 高丽一统小岛 也没有做出 什么恶心的事情 但位与筹谋总没错吧 高丽不懂事 不听咱们的 而且经我调查 那些所谓的海匪 有很大一部分是高丽人 也就是说 高丽和窝岛国的海匪 暗中勾结 对大业有不成之心 就这个理由 就足够杀他们一百遍了 朱军道 朱军苦笑道 我同意了 父皇也不会同意 父皇同意了 百官也不会同意 有些事情 不是想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的 而且 大业现在还没有一统天下 需要大义 若是此时占据高丽 你让其他人怎么想 陈汉和张周 必不会放过这好机会 到时候 天下文人又该如何想 这些都是问题 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诚然 大业实力强大 可实力强 就能无端地攻击他国吗 若是窝岛国也就罢了 还有个说头 人家李家父子 对咱们大业忠心耿耿 许诺的事情 还能反悔吗 日后传出去 你又让其他人 如何看待咱们大业 看待咱父皇 朱军从一开始的心冲冲 到现在脸 都成苦瓜了 行行行 是我不懂事 是我好战 我这就回去写信 让王宝宝退兵 把高丽拱手相让 成全大业的好名声 成全父皇 和大哥君子的名声 你小子 少拿话点咱 朱玉剑朱军苦着脸 好笑道 话虽如此 可高丽现在还不是李家父子的 王宝宝发兵是对的 如此一来 就建立了从属关系 日后便可直接命令李家父子 李家父子想空口白牙 从咱们这里拿走好处 末门 攻击不言铁末 突歼铁末 他们必须为先锋 消耗他们的有声力量 最后 他们只会依附我大业 高丽国内情况也复杂 到时候 他们莫能力摆平 最终还是落到 我大业的头上 你可明白了 最终 消耗的是高丽的国力 高丽的轻壮 没有个二三十年 他们休想恢复过来 朱军这会儿也回过未来 朱玉看似温和 可实际上这软刀子 能把高丽抽到肾虚 没有个几十年 绝难恢复 什么 你说自己不行了 反手就扶持一个更听话的 等李家父子反应过来 他们自己的实力 已经被耗尽了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扬谋 而且占据大意 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你要是敢不听话 那就是逆臣 纷纷终讨伐你 老六啊 你有齐谋 有极致 这是你的优点 但是你需要明白 卫军上者 不仅要有齐谋 极致 还要有正谋 就算别人知道 这是阳谋 也要捏着鼻子认了 完事后 还要高呼咱们万岁 此乃君子之道也 当然 大哥不是说你这样不好 而是你身为大业的吴王 需要考虑更多 不单单是从单一的角度 还有国家角度 朱玉看着朱军眼神无比的温和 大哥不反对你受了高力 但是你要用堂堂正正的手段 受了高力 而且还要让人说不出半句不是来 若是我 我会让高力人求着咱们收下 玩他一出三求三句 成了咱们大业的美名 还得了好处 第623章 秋为 破贼 二不悟 朱军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明白 大哥也是有开疆拓土的想法的 但是高力这一边 自古以来都属于鸟不拉屎的地方 属于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那种 若是强力开发 不仅会投入大量的资源 关键投入了资源后 可以得到的收获 能有多少呢 而且 凡事都要师出有名 讲的是一个理字 若天下一统 大业的规矩就是规矩 可现在 天下还没一统 大业也只是占据大业而已 想要结束这割据的时代 还有很多路要走 现在若是对高力动手 怕是会让其他附属国 转头投入敌国的怀抱 当然 也不是不能收下高力 蚊子再小 也是肉 如果高力自己上表 祈求大业收入版图 那便是锦上添花 人谁都说不出半句不是 在别人看来 就是高力抱粗腿 高攀 而不是大业以施压人 以一个侵略者的身份 去占据高力 两者之间天差地别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 都是最适合大业的 大哥 我明白了 朱军说道 这件事是我考虑不妥 我会写信让他们收连点 朱玉笑着点点头 他就知道 朱军肯定能明白 你想通就好 这个时候收下高力 或许会增加我大业的升威 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一统天下才是关键 这些边边角角 日后总有机会的 朱军点点头 也知道这件事急不来 自己的目光虽然看得长远 但是时代的局限在这里 说来说去 还是实力不够 不过 这一战还是必须要打的 攻破西京 将王砖抓回凤娘认罪 让所有人都瞧瞧 我大业不可侵犯 朱玉道 大国的威风 向来都是打出来的 不是别人可怜的来的 朱军点点头 那就在高力西京驻军吧 高力全境咱们不要 但是丹东和西京连成一片 凑一个整 朱玉眼前一亮 可以借口拨乱反正 在西京驻军的 却是个好办法 西京位置很好 也很重要 朱军在此 高力全境随意可攻 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 都非常的便捡 眼下不动高力 不代表不可以插手高力的事物 朱军又跟朱玉聊了一会儿 本想告辞离开 可朱玉却叫住了他 老六 等一等 朱军站住脚 大哥 还有事 这不是马上秋围了吗 八月秋围 还缺一个主考官 原本父皇让我当这个主考官 但是我现在这种情况 也监考不了 所以 所以 大哥想让我替你监考 随即摇头道 大哥 这是我不能替你 一来 我肚子里虽然有点墨水 但是想要监考 显然还不负重 二来 我威望不够 开恩科 关乎到咱们大业的未来 不是我不想参与 主要是心理莫敌 三来 这些人以后都是天子门生 那自然也算是你的人 我去监考算怎么回事 那些人还不谈和死我 我还想清静清静 朱玉笑着道 这些 你都不用顾虑 就当帮我一个忙如何 大哥 不是我不帮忙 实在是帮不了 朱军苦笑道 我这宁波府那边的事情 都莫解决呢 应天商会那边 我还许诺了不少人 开海的资格 你总不能 让我食言而肥吧 童家现在还算老实 那些海匪现在也不敢路透 再说了 你不都调遣冰江回来了 你让他们秘密出击 而你 则在凤阳监口 消息传出去 谁能想到 你吴王明修站到暗度宁波呢 朱玉笑着道 若是你此时离京 很难不被有心人关注 咱们两兄弟配合好 一边监考 朱大哥 这 哎 我要是能监考 又何必烦你呢 朱玉叹了口气 脸上露出一些寂寥之色 前些日子你才说 咱们两兄弟齐心做事 现在大哥 求你做点事 你还推三左四的 朱军除了苦笑还是苦笑 行 我答应了 文言 朱玉脸上这 才多了一丝微笑 好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你不要有太多压力 在凤阳你的威望 可比我高多了 再说了 你刚大胜而归 是最有资格监考的 就算这些都没有 也没关系 你是咱弟弟 是大业的吴王 便有资格监考他们 过两日的朝会 我会宣布这件事 你抽空和汉林院那些人碰个面 监考官也会在八月之前定下 朱军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大哥总不会害他 只是这样太过高调了 会不会太引人注目 不过转念一想 又觉得这办法不错 自己如此高调地宣布监考 要不要多久 就会传遍天下 那些海匪必然也知道 他们既然知道自己监考 必然不会想到 自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此乃一十二鸟之计 既不妨爱秋围 也不妨爱剿匪 做好了 都是锦上添花 可就怕做不好 一个秋围 一个剿匪 这两件大势鸭 在自己头上 让朱军倍感压力 本来还想好好偷个懒 现在也只能搁置了 他回府后 急忙让人把前三次的找了出来 仔细一看 这都是从四书五经里面 扒拉下来的题目 而且 为了别出心裁 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 单独拿来出题 如把一句话斩头巨尾 只用中间的几个字 拿来考人 这种语句不通 张冠礼带的词句 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何况学生呢 大业严格规定 所有的文章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必须仿照古人立言 要按照圣人的思想 去写文章 这个圣人是谁 朱圣人 朱圣人以贯主张天理为本 要牺牲人欲 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 就是他思想的体现 就好比 如果考题用这句话 那么学生 就要用朱圣人当年的思维 来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 这就很死板 不仅死板 还格外地扭曲思想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就好像这世上 不可能有相同的一片叶子 你怎么能要求后人 去揣测前人的思维呢 第624章 初级的杨仙 就拿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来说 倘若敌人杀至城下 谈尽粮绝 您为玉碎不为瓦全 那么这句话 便从个人弃节 民族大义 都是无可挑剔的 可有的人 把这句话套用在女人身上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儒家中尚有四老 还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你一个孤苦无依的寡妇 是守寡成全自己的结义 还是找一个人搭伙过日子 把日子过下去呢 很多人就会用这句话 去生搬硬套 最后将一些圣人之言曲解了 收回思绪 竹军叹了口气 大业的八股文 已经形成体系了 并且大行其道 宋连也曾抨击过这八股文 形容过八股 选出来的某些人 才与之交谈 两目瞪然是 舌目强不能对 活脱脱一副无用的白痴 输呆子 不过 科举眼下不是他能碰的 他在凤阳办的大学 虽然已经得到了老朱的许可 但老朱的态度 也是模棱两可 既不支持 也不反对 毕竟他是皇帝 屁股不能歪 要是别人寒窗苦读十年 随随便便 就能用一纸毕业证书来证明 那还要科举作甚 这些人文人 还不闹翻天 所以 他还是老实一些得了 大业的这一次的恩科很有意思 将从他国而来的学子 就近分配到下面的州府 比如从陈汉来的 大多都是从岭南那边过来 张州过来的 一般都分配在东山一带 有当地的父母官接手 确保他们是否有考试的资格 初始就是秀才 向同生 是莫资格的 而秀才在文人阶层里 已经有一定的特权了 若是通过乡试 那就有了功名 那就有了从官的资格 若是恰好有官员退休 那就有机会入室 但也不是完全的 这些他国的文人 也跟本地的文人 一起参加乡试 乡试之后 便是会试 可以理解为各省精英对比 会试考试的地方叫贡院 每个考生独门独户 在一个小房间里 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朱军要监考的地方 就在贡院 而会试之后 就是殿试 主要有侧问 传卢 次验 谢恩 刑事菜里 立体名碑等 这跟他没关系 不是老朱 就是大哥来主持殿试 殿试之后 皇帝及大臣 根据考生的表现 绘画分档次 共有三甲 一甲只有三个人 叫近视吉地 分别是状元 榜眼 探花 二甲若前人 叫次近视出身 三甲若前人 叫次同近视出身 如果这个时候 还榜上有名的话 基本就可以派任官职了 但任职的官职很低 看清楚 是直接派任官职 最低也是献太眼 当一帝百里侯 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一般新科状元 都会进入清贵的汉灵院 沉淀今年后 再提拔重用 大致的流程就是如此 朱军司锁着科举制度的好与坏 不能说科举不好 但他的却是普通人 愉悦龙门最好的一条阶梯 但只是靠着科举 还远远不够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桥也太小了点 朱军觉得 自己要造一条路 在不取消科举的情况下 给更多的农家学子 一个出人投地的机会 哪怕这条路 不足以让他们当官 成为人上人 两日后 大朝会上 朱语宣布了 朱军带自己兼考成 为主考官的事情 一时间满堂皆经 宋连大卫震撼 第一个站出来道 殿下 万万不可 这一次开恩科至关重要 绝对不是吴王能监考的 不单单是他 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反对 就连武将也没头紧皱 徐靖达带兵去了辽东 不少人都看向汤顶 汤顶也是一脸猛逼 都看他作甚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心中都骂开了 这小子是不是飘了 科举主考官 也是你能当的 平日科举 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大臣 或者大儒来担任 这一次是 恩科 恩科和寻常的科举 是有不一样的意义的 为何让太子监考 这意味着重视 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天子门生意味着荣耀 诸君既不是什么如领领投阳 也不是君主 他凭什么当这个主考官 吴王呢 莫来吗 这重视他 怎么能答应下来 宋连气的浑身发抖 杨仙也是有些发愣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不过反应过来后 他又苦笑了起来 这他娘的 让他说什么 反对 不好吧 毕竟当初跟刘姬商量的好好的 要成为吴王党 可现在要是力挺吴王 这些文人还不把他生吞活泼了 怎么办 这会儿刘姬也不在啊 他一时间居然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我腿脚不变 不能久住 只能劳烦六弟替我监考 当然 会考之时 我也会过去 诸遇到 父皇也是同意这件事的 诸位不必多想 而且 我六弟才华武功 都堪称一流 也有这个资格监考 众人都不由看向朱远章 朱远章老神在在的不说话 一般朱玉开口 他都不说话 要是朱玉坚持不住了 父子二人就唱双簧 效果很好 杨相 您倒是说句话 宋连等人看着杨仙 杨仙顿时一慌 他怎么这么难啊 不过转念一想 眼下吴王身微高震 特别是在凤阳 那名望简直太高了 想想朱军献服那场景 人山人海 便知道在百姓心里 这位吴王有多贤能啊 心 可在他眼里 这就是捧杀 自己必须加一把火 他一咬牙 出列道 陈以为 此事虽有不妥 但太子殿下乃万金之体 让吴王代替 也是无奈之举 常言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吴王虽然性情有些跳脱 但是近年来也是屡历大功 身微日重 在百姓心里 声望极高 所以 陈以为 此事可畏 话落 所有人都梦了 宋连更是满脸的不敢相信 杨相 你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是能行吗 满朝文武再次哗然 紧跟着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谁也没想到 杨先居然同意了这件事 我自然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太子殿下身体未重 兼考时间太久 若殿下身体出现问题 谁能担待得起 第625章 汤鼎的劝说 魏官忍不住道 殿下若身体不适 可每日过来看看 但是这主考官的位置 是万万不能让王代替的 常言道 天无二人 这主考官 自然也不可能有二人 紧跟着詹童 赵授等人也是分分附和 他们都是大本堂里的老师 都算是朱玉的师长 见朱玉做出如此决定 也是心急不已 可在杨先眼里 朱玉做这个决定 显然是存了心思的 吴王现在虽然不长兵了 但不就翻谁能放心 现在太子殿下 又在助长吴王的威风 这难道不是另类的捧杀吗 他觉得 自己这一次 不能再畏手畏脚了 自己必须站出来 力挺吴王才是 主考官虽然重要 却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殿士 吴王只是代位兼考而已 杨先道 二等不要太死板了 明知道太子殿下 尚在休养康复这种 另一边又不允许殿下休养 你们到底想如何 这主考官的位置 就非得是你们选定的人才行 吴王贵位亲王 且不说身份 就说这两年他的种种事迹 也是深入人心 德高望重 如何不能兼考了 杨先等人 看着态度大变的杨先 一个个都满是不解和迷茫 太古怪了 杨先怎么这样啊 这种感觉就像是 关系最好的兄弟 转头就跟敌人勾肩搭背 杨相言之有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不必多费口舌 朱玉压了压手 然后开始商议其他的事情 等大朝会之后 众人离开凤天殿 一个个都三五成群地凑一块 你说杨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吴王也配当主考官 要知道 这考题可是主考官出的 就他能出什么像样的题目 吴王监考 是我被闻人的耻辱 众人都是摇头晃脑 锤胸顿足 一副悲愤又无奈的样子 宋连气冲冲地追上了杨先 杨相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着怒气难耐的宋连 杨先叹了口气 宋兄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让吴王监考试最好的决定 什么最好的决定 简直烂透了 怎么 难道你像低头了 还是说你准备 屈服在吴王的淫威之下 宋连怒声道 杨先皱眉 有心想要解释两句 可这里人实在是多 有些话这时说不出口 宋兄 有什么 咱们晚些再说 你就是心虚了 枉我如此信任你 杨先也有些冒火 他再怎么说 也是荡朝左下 也是你能随口训斥的 不过这老匹夫性格就这样 亦或者说 现在的文人都这德行 以不畏强权未美 既然如此 那就不必再说了 咱们看结果就行了 杨先说了句 冷着脸离开 你 杨先气得不行 一旁的卫官道 咱们这样不行 无法说动殿下 让吴王监考试的却不行 一来吴王并不算如邻之人 而来他身份不合适 我也从来没听过 让亲王来监考的 实在不行 咱们就哭坐在大本堂外 不吃不喝不眠 直到殿下收回成命 瞻同道 赵授摇摇头 这怕不是个明智之举啊 一来太子殿下身体的却不是 不能长久的监考 二来 这件事 陛下也是同意的 杨相的举动已经说明了 私底下 他们估计已经是通过气了 所以 这件事的根源 还在吴王身上 只要吴王拒绝 怕是太子殿下也不会抢求 到时候 咱们再另外推举大儒 大业已精湛俱天命 那些在野的大儒 也该回来了 宋连一听 也觉得有道理 与其为难太子 还不如让吴王之难而退 这一次 他们还想利用开恩科 将那些在野的大儒权 都叫出来 必然会让大业的文坛 璀璨繁荣 走 去找吴王 与此同时 汤顶匆匆来 到了吴王府 看着火急火燎的汤顶 朱军有些摸不着头脑 岳父 怎么了 见朱军还有兴致 在后院位于 汤顶交集问道 你是不是答应殿下 要当会士的主考官 是啊 怎么了 还怎么了 这事儿能乱答应吗 汤顶道 你别怪我多嘴 一般会士的主考 都是汉林院的大儒 或者德高望重的文臣 就算是太子监口 那也是吉少的 这一次 因为是开恩科 意义不同 大家都是冲着太子殿下来的 你代替监口 在别人眼里 意味着什么知道吗 朱军迟了一会儿 他们觉得我不如大哥 那只是一部分因素 最重要的是避嫌啊 你现在风头够盛了 又不用就翻 多少人都盯着你呢 也就是你刚刚携大圣归来 默认说你什么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横着走 当然 若是你以前 你自然是可以横着走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需要小心谨慎一些 汤顶道 我希望你能慎重一些 最好是能把这主考官的词了 免得成为众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这看似风光 可对你并没有太多的好处 汤顶的顾虑 朱军岂能不知道 但是他不能告诉汤顶 自己和大哥的计划 于是道 我会认真考虑的 岳父留下来吃个午饭吧 见朱军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便知道 朱军莫听进去 心里更是着急 我知道你很聪明 但是这一次 你似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当然 要不要听我的 决定在你 我只是不希望 你被胜利和权利 蒙蔽了双眼 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个逍遥的王爷 那么谁都无法动摇你的位置 只要你像以前一样 不管是谁跳你的刺 都没用 可如果 你有其他的想法 那么这条路 必然很难走 不是难走 是根本走不通 汤顶有心想把话说开 可仔细一想 说开了又有挑拨关系的嫌疑 于是斟酌在斟酌 那时候 你不仅会被群起而攻 面对的压力将会更大 那时候 就算是陛下或者太子 想要保你都难 我希望你好好的 也希望我两个女儿 能有个好的归宿 第626章 结伴如策 转载请著名来源 虽说有时候老汤做事的方法 不怎么让自己喜欢 但是大事大非上 还是看得清楚的 什么两个女儿 是一个 你少给我打马虎眼 随我来吧 下人急忙带着宋连过去 宋连一走 几个人都是面面相去 是等宋兄还是 等等吧 赵寿端起一杯茶 尴尬的道 可不一会儿 卫观也站了起来 捂着肚子 一脸的难受 不行 我也要如策 瞻同苦笑一声 怎么 你们今天一起吃坏肚子了 话音刚落 他肚子一阵翻腾 一阵阵脚痛传来 哎呦 我也肚子痛了 想如策 赵寿那个尴尬啊 感情你们是结伴莱巫王府如策来了 他摆摆手 去吧去吧 你们快去 我在这里等你们 可等瞻同二人离开 赵寿肚子咕噜一声响 他脸色也是大变 不好 莫非我 他捂着肚子 死死地看着厅内的下人 是不是你们在茶里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 推荐本书 第627章 全虚脱了 转载请著名来源 宋连感觉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两腿都已经麻痹失去了知觉 走出茅厕的那一瞬间 又是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来 他脸色巨变 再次冲了进去 等再次回到大厅的时候 才发现赵寿等人都不在 虽问下人 他们人呢 回宋学士 去如策了 大厅内伺候的下人都憋着笑 什么 宋连尴尬得要命 可随 极又觉得有问题 是不是你们在茶水里下了东西 这时候 寻步三道 宋学士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我们好吃好喝地招待你们 你不仅不感谢 反而鱼灭我们 到底按了什么居心 咱是不是可以认为 这是你们的苦肉计 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吴王府 说到这里 寻步三脸上怒气腾腾 好啊 原来你们是这般打算的 好歹毒的心思 没有 老夫没有宋连那个气啊 他又不傻 这种傻事他怎么可能会做 吴王就算再蠢 也不可能在茶水里下毒 陛下 就算再宠溺吴王 也不可能包庇的 还说没有 咱看就是 老夫 老夫休得 与你这个阉人争辩 宋连气得不行 可那骨子熟悉的感觉涌现 再次让他夹紧的腿 燕人怎么了 燕人也不会像 你们这样下三滥 宋学士 你别走啊 咱们把话说清楚 寻步三看着逃 也似离开大厅的宋连 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厅内下人 也都跟着笑 行了 别笑了 一会儿他们人来了 被他们发现就不好了 寻步三说了句 都派人看着这些老家伙 可千万别让他们出事了 是 寻功 众人齐齐应道 宋连再次从毛测出来 已经脱须了 已经到了不服墙 走不动到的程度 他感觉自己由内而外的空了 两条腿软的像面条一样 别说骂人了 他现在喘口气都费劲 宋学士 您还好吧 要不然 小的派人送您去看郎中 羞辱 不甘 愤怒 各种情绪在宋连眼中闪过 最后都化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其他人呢 都送去看郎中了 送我走吧 宋连虚弱地道 随后便在两个吴王府下人的搀扶下离开 不过就算是在轿子里 他都是坐在便筒上 这一下丢人丢大发了 最让宋连悲愤地死 他们一行人居然被凑到了一起 几个人大眼瞪小眼 一个个又愤怒又无奈 是吴王 肯定是吴王的主意 也只有吴王才能想得出如此歹毒的办法 卫官愤怒道 行了 别说了 省点力气 再说又想拉了 赵寿躺在那里 有气无力地道 郎中 快帮我们止住 再拉下去 真的要拉出人命了 朱军这会儿刚睡醒 苏奴二人就守在一旁 寻步三小声地在他耳边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朱军愣了愣 不会出事吧 不会 会遭罪 但不会出人命 寻步三道 哎 你呀 让我怎么说才好 几个老人家辛辛苦苦 跑到我吴王府来做客 你怎么能这样呢 寻步三站直了身体 是 奴婢之错 请殿下责罚 行了 念你是初犯 就不予以责罚了 不过下次 做这重事之前 要跟我说一声 他们毕竟年纪大了 要是真的死在府上 很麻烦的 朱军道 寻步三看着殿下咧嘴就知道 他只是提醒自己 不要做过火 并没有真的生气 朱军倒是不生气 这些人摆明了来找麻烦的 自己还能惯着 不过 听住寻步三说的会声会色 他也觉得有意思 经此一次 这几个老家伙 估计是不会再来府上了 他也乐得自在 不过 这些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不自己露一手 李延熙的凤阳日报办得很好 现在已经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报 除此之外 商业报 农业报 都设立得挺好的 自己要是在文学报上 发表几篇诗词歌赋 立一个人设 是不是就能站稳脚跟了 以他的诗词储备量 给自己弄个诗仙的称号 不在话下 再不行 自己直接弄一个道筒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这辈子已经是亲王了 没必要整这些虚的 争议大就大吧 正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试验 朱军把汤秀林叫到了书房 这娘们现在已经被教育得很乖了 此时虽然已经入秋 当时汤秀林已经穿得清凉 进到书房 先是乖巧地给朱军问候 然后懂事地走到朱军背后 给朱军捏肩 今天就别捏了 有事跟你说 朱军到 汤秀林到 殿下说 奴婢听得见 到跟前来 汤秀林也莫多想 乖乖地蹲在朱军的跟前 然后素白地嫩手 就将朱军的脚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揉捏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往下看 一览无疑 他们的一个姑娘 只能说时间抹平了一切 今天岳父来府上了 你知道吧 牡婢听说了 汤秀林卖力地给朱军捏酒 心中却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爹爹他过来做肾 也莫说什么 就是提了一下你的事情 汤秀林手一将 提我做肾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 他让我给你一个名分 要不然就放你走 朱军道 大姨子 你怎么想的 汤秀林想也不想道 我不要名分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在吴王府 他已经让家里蒙羞了 又岂敢奢求名分 而且这些日子以来 他也习惯了这种生活 只有这样 他内心才好受些 自己曾经犯下的那些错误 才不会日日如刀一样 谴责自己的内心 殿下 您千万不要有压力 奴婢明日就回去 跟爹爹说清楚 不会让您难做的 听听 多贤慧啊 要是一开始这般 朱军高低 把他娶了当个侧王妃 你以为我留你是做什么 朱军再次问道 奴婢不知 汤秀林一脸迷茫 推荐本书 第628章 自证价值 一开始 朱军的却会 变着法来欺负他 作践他 那时候 他内心是既气愤 又觉得 这样能减少自己的负罪感 可时间一久 他居然习惯了 不仅习惯了 甚至内心 已经坦然地接受了 朱军若是一段时间 不来找自己 他反而患得患失 甚至辗转难眠 开始期盼朱军 来找自己 即便他各种轻挑 甚至是侮辱自己 可内心居然十分受用 就好比今夜 朱军单独召见他 他特意打扮了一番 可听到朱军说 爹爹来找他 自己内心居然无比的慌张 爹爹是疼自己的 许 是他觉得 自己在吴王府受苦了 所以给朱军施压 你觉得你尝得如何 小有姿色 对比我府上其他人如何 朱军又问 汤秀玲内心是骄傲的 他尝得并不差 但朱军的女人同样不差 一个个风情万重 身份地位也不比自己低 不敢与王妃们相提并论 女人本王不缺 侍女同样不缺 只要本王勾勾手指 有的是人自见诊息 那你的定位是什么 汤秀玲浑身一颤 殿下 你要赶走奴婢 不是我要赶走你 是你要清楚 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朱军探声道 我府上的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定位 你的定位是什么 汤秀玲听出了朱军话里的意思 这摆明了 就是想赶走自己 他绞尽脑汁地在想 自己定位是什么 是伺候朱军的婢女 还是裴妹妹唠嗑的姐姐 似乎都不是 自己既是朱军的大姨子 又是个犯过大错的人 殿下 我的定位 就是一心一心伺候殿下 没有身份也行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啊 对 没有身份也行 我爹爹说的话 您千万不要有压力 明天一走 我就回去 跟他说清楚 让他不要查试我的事情 汤秀玲道 这样不好 没什么不好的 奴婢生 是殿下的人 死是殿下的鬼 汤秀玲也不知道 哪来的勇气 抱住了朱军 哀求道 殿下 不要赶走奴婢 别人能做的 奴婢能做 别人不能做的 奴婢也能做 不单单是你爹 还有钟灵那边 我跟你不清不楚的 也不好交代 汤秀玲急的不行 那我现在就去跟钟灵谈谈 行了 这大晚上的 你就别去吵钟灵了 朱军捏住他的下巴 以前我的却是挺生气的 有作弄你的意思 但是现在我气消了 你随时可以走 如果你执意留下来 日后想走 就不是你说了算的 奴婢不走 就算殿下以后拿鞭子抽 奴婢都不走 汤秀玲很是肯定地说道 朱军叹了口气 算了 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定 那就留下吧 岳父那边 我找个时间跟他再谈谈 不过 也不能让你这么 不清不白地留在吴王府 毕竟你爹是个体面人 他对我也还算可以 这个面子 怎么也要给他的 谢谢殿下 先别谢得那么早 朱军道 吴王府不养闲人的 你得表现自己的价值 汤秀玲愣了愣 表现自己的价值 什么价值 他看着朱军 随即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奉献了出来 奴婢这个可算值钱 当一个姑娘 说出这种自我贬低的话 他内心的骄傲和倔强 就已经被冲击的七零八落了 朱军上下打量着 有些冲动 这汤秀玲从小练武 身材就不必说了 那是该匀称的地方匀称 该大的地方半点不小 浑然没有后世女孩 撸铁那种金刚芭比的感觉 但是他没有动作 只是看着她 汤秀玲内心的紧张 依旧没有缓解 他很清楚 自己若是不能打动朱军 那么或许仍然要离开吴王府 深吸一口气 他默默地走到朱军的身旁 像以前一样对待朱军 他熟知朱军的习惯 也曾无数次 在朱军和其他姑娘温存时候 在一旁等候 可伦到自己的时候 他终究还是怕了 他想起了娘亲 跟他的那些夫人们聊天 说起过这重视 说女孩一旦尝到了甜头 就会变成真正的女人 只是这甜头有些过了 他觉得自己恐怕吃不下 但是 他今天必须好好表现 在朱军的注视下 他用实际行动 有一点苦中作乐的意思 只是当他把握住了苦中的甜头 那一丝微甜居然无限放大 到后面沉浸其中 最终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打动了朱军 也有了资格留在吴王府 虽然自己已经把最宝贵的 都献给了朱军 可他仍没底气 直到朱军说出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女人 那一瞬间 有些昏暗的世界 居然开始发光了 唐秀玲内心有些感动 这感动来得很汹涌 甚至有一种将他淹没的感觉 他无法从朱军脸上的表情判断真假 但是这一刻 他们是不分彼此的 他能够听到朱军的心跳声 从他的声音里听出诚意 殿下 谢谢你 谢什么 这是你该的的 朱军觉得自己有些邪恶 甚至是卑鄙 但最起码 自己还愿 一给他机会 就冲着撂生前的这些事 就默认敢要他 留在自己身边 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了 摸着他的秀发 朱军抱着他 去到一旁洗漱 这一夜 汤秀玲卖力地证明着自己的价值 直到声音沙哑 第二天一早 汤秀玲发现府内的人 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 甚至妹妹同自己说话的时候 眼神也变了 对不起 钟灵 我 我抢了你男人 汤秀玲低着头 一脸的惭愧 汤钟灵摇摇头 若无他的默许 朱军必然不会将他留在府上 想想当初 如果汤秀玲没有拒绝朱军 那么现在自己会在哪里 一定不会在乌王府 说不定嫁给了某个侯爵的孩子 亦或者是其他凡王 从今以后 你我姐妹 同心协力 把殿下伺候好便是了 汤钟灵拉住他的手 温言细语地安慰道 第629章 裹挟名义 可恨 这吴王居然如此卑鄙 瞻同气的直拍桌子 能在大本堂教授经典的 那都是学术有成的名家 可现在这些名家 一个个都气歪了鼻子 经过郎中诊治 两日的休养后 宋连等人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好在恰好碰上了休暮日 要不然 还得拆人进宫地条子 但是却没人敢八关百谱了 之前吕本闹的那一出 都还立立在目呢 今日我们再进吴王府 不吃不喝 若是吴王不见我们 直接开骂 赵兽道 这两日 他们度日如年了 也不知道是那个王八蛋 居然把他们几个人 结伴去吴王府如厕的消息传开了 而且 还是经过篡改的 外面都传 他们几个为了恶心吴王 在吴王府随得如厕 现在京城百姓都戏称他们为侧友 这要是彻底传开了 他们还有颜面 不用说 这肯定是吴王让人传出去的 这吴王不仅卑鄙 还特别地下作 几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火 人莫见着 还把自己整了个半死 现在连名声也臭了 不能就咱们几个帽 贸然过去 吴王监口 学子不服 将众学子召集 也让他们做个见证 若是吴王不见咱们 咱们也不吵不闹 就哭坐在吴王府 让所有人都看看咱们的决心 宋莲说道 宋兄说的有道理 要让吴王知道 名义难为 赵寿捋了吕胡须道 几个人对视一眼 一拍即合 朱军昨晚在汤忠霖这边过的夜 汤秀玲也在 姐妹俩站一块 难分伯仲 一个初为人母 一个初为人父 又是姐妹 都颇为羞涩 忠霖爱及了朱军 从来不会拒绝 汤秀玲也乖巧懂事 到底是两姐妹 挺有默契 配合起来 让朱军有些乐不思蜀了 以至于昨夜三人 谈心到深夜 今儿一早 两姐妹容光焕发 眉宇间春意盎然 倒是朱军妖息酸软 这两日瘫痪过度 再这么下去 非一年早衰不可 朱军半眯着眼睛 正打算睡个回龙爵 寻步三却匆匆进来通报 殿下 不好了 宋连那老东西 带着一帮人来咱府上道士了 朱军皱眉道 带了多少人 有二三百人之多 而且都是年轻的文人学士 寻步三这会儿有点急了 殿下 怎么办 是将他们请进来 还是将他们统统赶走 当然不能请进来 吴王府是他们想进就进的 当然 赶走也不妥 咱们是文化人 自然不能蛮力行事 朱军也是有些冒火 没想到这宋连居然裹挟名义 他不出面也不行 出面也不行 见两姐妹有些紧张 朱军道 你们别担心 小问题而已 汤中灵促没到 他们为何老与殿下作对 吴他 吉杜尔 话音刚落 外头就传来了声音 吴王殿下 可敢出来一见 吴王 躲着是没用的 上一次你用杯裂的计谋 设计我等 这一次 我等就哭坐在泥府门口 若你不辞这考官 我等就坐死在这里 听到这声音 汤秀玲冷着脸道 这些人也太大胆了 这里可是吴王府 也是他们能随随便便就威胁的 气什么 这些人不过是乌合之众 土鸡娃狗 朱军穿戴整齐后 拦着两女的细腰 先去用个早点 吃饱喝足后 再跟他们掰上 而另一边 李善人文风从分进堂过来 看着吴王府门口乌泱的人群 以及领头的几个人 顿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走到宋连跟前 锦连兄 大清早的 你不去宫里当职 却带着一群学生 在吴王府门口吆喝 这是何故 看到李善人 宋连等人也是急忙拱手 见过韩国公 虽然李善人现在是落难的凤凰 可人家到底是怀惜一脉的领头羊 双方观念不合 但人家还是国公呢 该有的尊敬还是要的 韩国公 你如今在吴王府当管家 必然知道 我们来这里作甚 你深明大义 为何不劝说吴王辞 具这主考官的身份 赵授话里有话 看似夸赞李善人深明大义 实则讥讽他当吴王府的管家 李善人又如何听不出他话里的意思 眼神微冷道 老夫既是吴王府的管家 那自然要为主上分忧 况且 老夫觉得 吴王殿下足以胜任这主考官 反倒是你们 百般阻挠 到底位的那般 前两日的事情 他也是下了课才听说的 又觉得朱军手段阴损 又觉得好笑 可他并不觉得有错 只是下谢药 让这些人知难而退 并不正面冲突 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 就算你宋连是太子师 是当事大儒 是文坛带路人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吴王德不配位 如何担任这主考官 赞同反问道 好一个德不配位 吴王若是无德 难道等就有德性吗 李善人立声道 应天 凤阳的百姓 才过上几天好日子 你们就忘了灾民静静的样子了 就忘了恶嫖遍地 伸手馅等讨时的日子了 得在百姓心里 而不是在你们的口中 而等就过几个人 又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也敢在吴王府门口叫嚣 也不怕风大闪了你们的舌头 李善人平日里身居简出 几乎将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奋进堂上 朱军的成长 他都看在眼里 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 吴王是有帝王之姿的 当然 这话他只能深藏心底 可是这些人想要随意诋毁 那要看他答应不答应 詹童被骂得说不出话来 魏官则道 韩国公可别忘了 开恩科的意义和监考的意义 若非太子身体不适 又如何轮得到吴王监考 难道所有人都忘了 太子殿下因何坠马 太子殿下体恤吴王 想以此来减轻吴王的罪面 这是太子殿下仁慈 并不是吴王有德 这是世人所知的事情 这难道也是我等胡周乱编吗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难道韩国公当了吴王府的管家 对这些便是知不见了 第630章 你方唱罢 我方登场 李善人皱起眉头 这句话不仅确凿 还出心呢 若是说不好 传出去不仅自己有麻烦 怕是还会累积吴王 县李善人迟疑 魏官又继续道 看来韩国公也是明白的 吴王虽然做了一些 值得为人称赞的事情 却仍然不足以认这个考官 历年来 这主考官吴不是德才兼备 是深受同僚和百姓信任的 德自然不用我们说 这才也是一部分 吴王可有什么大才 让我等学子探服 纵吴王有战功 可这是科举 不是考无局 就算是无局 要排自论背 也轮不到吴王 要知道 人贵再有自知之名言 说得好 瞻同不由地喊了出来 他们身后一众学子 更是神情激动 显然都非常认同魏官之言 说得好 既是科举 那就要用文人的方式 来选举主考官 魏师说得在脸 宋连也满意地捋了捋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李善人 韩国公 名义难为啊 这会儿功夫 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降周围微的水泄不通 都是看热闹的 李善人正想反驳 就看人群分开一条道来 人群中也变得吵杂起来 他定睛一看 卫手走来的 不是李善熙 还能是谁 看到李善熙走过来 李善人松了口气 眼下吴王府救他一人 要对付这几百人 还真不容易 而且 李善熙还带着一群人来的 他眼神轻蔑地看着众人 随即将目光投向李善人 拱了拱手 百师兄 李善人拱手还礼 便见李善熙羡目光投向未观 看着这位昔日的好友 他先是叹了口气 旋即指着他道 你之言 简直一派胡言 卫观看着李善熙 虽说对方现在 已经不在大本堂传授经典 可对方仍是天下有数的大儒 地位在自己之上 而且 人家现在是文学报的主编 其影响力 比宋连都要大 于安兄 我如何一派胡言 你说太子坠马罪 在吴王 不是一派胡言 是甚 李善熙冷声道 吴王殿下自幼跟着太子长大 兄弟二人关系多好 就不用老夫多说了 太子坠马 这的却是所有人痛心的事情 可你若将所有的罪过 都抛给了吴王 那就太过偏颇了 长言道长兄如父 太子殿下上尊君父 下唬右弟 你却口口声声在外大肆宣扬 岂不是要坏了殿下的名声 狡辩 你才是真正的一派胡言 卫观生气道 我是不是狡辩 你心里清楚 但是我知道 你们包藏祸心 企图挑拨太子和吴王之间的兄弟情谊 太子尚且不说 你们还在这里纠缠不清 不是挑拨是什么 李延熙冷声道 皇帝不及太奸急 你 卫观指着李延熙手 都在发抖 李善人差点默笑出来 这老匹夫 没想到诡辩也是一把好手啊 这样一来 就避开了痛点 还立住了脚跟 果真妙眼 我什么我 难道我说错了 李延熙一甩袖子 冷横道 你们说要用文人的方式 来推举主考官 难道文人的方式 就是让你们聚众闹事 你们难道想迫荡朝亲王不成 还是说 你们打算裹挟民意 意图谋反 陛下 太子 荡朝左相都同意的事情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还是说 你们比那三位还要大 你们的想法比陛下太子 他们的想法更重要 此话一出 卫观脸色瞬间就白了 这帽子一顶比一顶大 任何一顶都不是他们能承担的了的 李延熙 咱们是就是论事 是找吴王商议 并不是裹挟民意 又谈和迫害吴王 至于谋反 更是无稽之谈 你少给我们下套 宋连冷声道 陛下太子的想法自然最大 但是我等臣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自然是为君主捕漏时宜 若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那还当什么臣子 不如回家种地 宋师说得有脸 见宋连搬回一城 众人也是不住地欢呼 助长威势 李延熙却是淡淡一笑 你们无法说服陛下和太子 便来吴王府闹事 这便是你们为人处事的方法吗 老夫又学了一招了 日后要是陛下和太子的提议 与老夫不合 那老夫也有样学样 舅舅上一群人去闹事 美名其约 补漏时宜 你们看似大义凛然 实则鱼不可及也 你们都是朝廷的名臣 文坛的领头羊 却带着学生来闹事 教坏孩子 给后人做了一个极坏的榜样 日后必然一害万年 老夫等人 今日既然来了 就不怕被人骂 宋连道 这是科举 不是无举 考官必然要得才兼备才是 好 就算吴王有德 有战功 可才能平平无奇也 早年间 吴王不学无术 甚至写字都犹如鬼话符一般 这等人若是出考题 天下谁人福气 日后这些从天下各地来的学子 提起这一次的恩科 便会忍不住地嘲笑 他们会笑我大业无人眼 恩科的意义 是为朝廷广收心裁 以展现我大业的广阔胸怀眼 难道我们说的有错吗 我们做错了吗 我们做的这些 在你李延熙的眼里 就都是愚蠢的 好 就算这些在你眼里是愚蠢 可在我们眼里不是 常言道 道不同 不相畏谋 老夫也不会 企图说服你 你为吴王师 又为吴王丈人 于情于理来说 你都应该为他说话 可老夫等人 从来都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所以这件事 你也好 韩国公也好 都得避嫌不言 否则 如何服众 你问问其他人 问问百姓 服众否 话落 周围的百姓交头接而起来 有不少人都觉得 宋连说的有道理 李延熙也皱起了眉头 这句话可不好回答 这句话 不但把所有的话圆了回来 占据了大意 还裹挟了名义 回答不好 后续其他的事 就不用谈了 宋连本以为这一番话是绝杀 正暗自骄傲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我方某人 第一个服 第631章 作而论道 所有人纷纷扭头看了过去 看到来人 一个个都大惊失色 只见来人 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 有些地方 甚至还有补丁 不是方克卿 还能是谁 若是别人 穿成这样 难免有作秀 博人眼球之险 可方克卿从来就是如此 铁骨铮铮 两袖清风方克卿 可不是说书而已的 那是所有人都认可的 宋连看着方克卿走出来 心里也是暗叫一声不好 这家伙怎么来了 不过随之而来的 便是头疼 他不由地看向了李延熙 李善人二人 不知不觉中 吴王府麾下 居然有了这么多人 还都是博学多才 名声传 变天下的大才之辈 方克卿上前 挨个剑礼 最后不卑不亢的道 吴王殿下当主考官 我方某人第一个福 一来 吴王处理名政 是有目共睹的 二来 吴王的德性 也是有目共睹的 昔日吴王好打架斗狠 甚至赌博 却对百姓秋毫无防 对朋友更是忠肝义胆 两肋插刀 这是世人所认之事 不是我方某人一人之言也 如此一来 吴王具备德性 才能也是不可小觑 我方某人在吴王跟前 也是犹如刚刚学步的孩童 那纪工大学 汇聚了天下能工巧匠 这可比普通的才能更厉害 这是利心 利德 知识 你岂能说吴王 有德无才也 这有才就是有才 难道在你眼里 能争善战之辈 便不是才能了 这偌大的天下 难道是靠文士打下来的 不是陛下指挥 带领将士们 披荆斩棘 浴血奋战来的 宋先生乃天下大如也 本以为眼界广阔 如今看来 却也是狭隘之辈 只要对天下 对百姓 有利之才 皆为有用之才 说得好 李延熙都忍不住 府长称好 世人都说 方可卿刚直 不懂弯折 现在看 此言也不尽真哪 李善人也是满脸微笑 这番话说得太好了 宋连眼神冷了下来 那寄宫大学他也知道 不由冷笑道 今天咱们说的是科举 难道寄宫大学 那些人能科举 日后考出来的 岂不都是手拿锄头 腰垮斧子之辈 就是论事 你不用说其他的 要想我等福气 那就让吴王出来 说服我等 对 只要吴王能折服我们 莫说支持他当主考官 日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谁要不服 我卫官第一个不服气 我也一样 瞻同赵授一口同声地道 来了两次了 两次都没有见到吴王 第一次被设计陷害了 第二次 难道还要 被他们三人挡住 不过 他们也认识到了一些事 吴王事已成也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现在对方只要一句话 有的是人出来替他挡枪 方可轻皱起眉头 你们这不是胡搅蛮缠 宋连道 公道自在人心 若是吴王无惧 又为何不敢出来 说着 他直接盘腿坐在了地上 紧跟着所有人都纷纷坐下 大有一副不见吴王 就坐死在这里的意思 朱军见状 也知道不出去不行了 这些人就是死脑筋 非要逼他 谁说本王不敢出来 朱军走了出去 见朱军出来 宋连等人对视一眼 都是一喜 总算把他等出来了 宋连这会儿急忙起来 给朱军行礼 生怕其他人挑刺 等众人行礼之后 他才道 下官等人过来的原因 想必殿下已经知道了 请殿下让出主考官之位 话落 众人齐齐道 请殿下让出主考官之位 紧跟着所有人跪在了地上 你们这不是要挟是什么 方可卿道 朱军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对宋连等人道 你们来找我 想必父皇和大哥那边不同意 所以你们才过来要求我 或许 你们有自己的想法 认为本王没资格 但本王却觉得 你们陷入了魔杖这种 正所谓 山中贼一破 心中贼难破也 本王又是看过一本书 正好有所得 就来和大家印证一下 朱军那一句山中贼一破 心中贼难破 让在场的人脸色都是一变 这种令人发醒的话 居然出自无王之口 偏生还让宋连无法反驳 见他们坐下 朱军也盘腿坐在了他们面前 随即又看了看周围 看热闹的百姓 诸位 有兴趣的都听一听 我也是偶有所得 说得好 你们听一听 说不好 你们就道放屁 此话一出 那些百姓都哄笑了起来 不说别的 就冲着朱军这接地气的样子 就让百姓心生好感 更别说这其中大多数凤阳百姓 都得了朱军的好处 一个个都有样学样 坐在了地上 李延熙跟李善人对视一眼 也坐在了朱军的身旁 方克清不敢坐在朱军身旁 而是坐在了他的身后 随后 闻风赶来的蔡文 沈大宝 方孝直 谢静也坐在了朱军的身后 双方人数量悬殊 但朱军这一方的气场 却是丝毫不弱 宋连击人对视一眼 交换了一下眼神 问道 殿下可是要说服我们 科举是文人之事 那就用文人之法来解决吧 朱军笑着道 古人意见不合 便会坐而论道 从论道中汲取精华 正所谓 是越做越少 礼越便越轻 你既然觉得 本王没资格 那本王就让你看清楚 本王究竟有没有资格 而等于有没有资格来请求本王 好 宋连道 上一次 殿下再奉天殿 有恩于下官 那这一次 就让殿下先说 既是论道 却也是解决出考官的事情 那咱们就不能跑题了 卫官道 旁人也不可插嘴 帮助 否则便是作弊 就算输了 朱军笑了笑 可以 好 殿下心胸广阔 下官佩服 卫官拱了拱手 宋连也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殿下 说今日谈论的话题吧 既因科举 而有了这一次的论道 那鸡谈 一谈科举吧 朱军笑着道 本王觉得科举很好 却不足以让大业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盛 欲不惊人死不休 朱军开口第一句 就让众人脸色大变 第632章 文道大兴非好事 一派胡言 科举为寒门学子 开辟了一条阶梯 在你眼中 居然不足以让大业强盛 那在吴王眼中 什么才能让大业强盛 就靠殿下那数万工人吗 宋连冷笑一声 不满到了极致 既然宋学士开口了 那么语本王论道的 便是你了吗 宋连看了其他人一眼 现他们都是汉手事宜 便说道 是 好 那就开始吧 朱军笑着道 能让大业强盛的方方面面很多 科举是一条路 却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千年前 科举应运而生 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为朝廷取士 而取士的对象 不单单是释迦门法 更是底层的寒门子弟 本王这个观点 对不对 宋连思索了一番 这些都是浅薄的道理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大道至简 是后人有简入凡了 朱军淡淡道 可科举出来后 读书人多了吗 是多了 可那些读书人多的是 释迦门法的子弟 而且 他们比以前 更加如荣一入世了 寒门子弟的比例是多少 直到后来 释迦门法被消灭了 这天下的读书人才 真正多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 一个普通家庭 要供养读书人 依旧不是容易的事情 宋学士可知道 是什么才让天下人 真正多起来吗 你不都说了 门法被消灭 才是根本原因 释迦门法掌握着 学识和书本 拥有最肥沃的土地 一门一户坐拥几万 乃至十数万店户 堪比猎土蜂王的万户侯 他们想不繁荣 昌盛都难 看来宋学士 还是默看明白啊 朱军叹了口气 科举的开创 给了所有人一个希望 一个可以通向成功的希望 可这希望太小了 一个三口之家 每年种地去掉税收 留下口粮 供养一个不适生产的学生 有多费力呢 大概率是保一顿鸡一读 这还要是风调雨顺 若是碰上灾年 粮食减产 连人都吃不饱 谈和读书啊 读书也是有成本的 而读书的成本是什么 请先生的述修 写字的笔墨指研 看的书 千年前一本书做价几何 现在一本书又如何呢 宋连皱起眉头 其他人也是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李延熙则是一脸微笑 他好像知道朱军要说什么了 方克卿亦是如此 千年前生产力低下 如何跟现在对比 宋连道 你说这话 岂不是银吃卯粮 上古时期 先祖还如毛银血 如何知道 后人有如此生活 如果本王没记错的话 这东一脉的学说 追求历史者学人味道 在生活之中 强调通过历史的学习 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追求里 现在宋学士 又说谈古论经 是银吃卯粮 岂不是自相矛盾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宋连皱起眉头 卫官等人都是心中暗骂 这朱疯子果真阴损 一个不慎 就挖了一个大坑 在这里等着他们 今日谈的是科举 你说这些 岂不是离题了 本王从科举来分析现状 如何离题了 朱军也遇到 道理道理 难道宋学士眼里 只有盗墓有理 说得好 李延熙等人 都是暗暗叫好 方孝直就不说了 他早就成了朱军的死忠粉 谢敬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 他早就被朱军蛰伏了 虽然他从来不说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老夫眼中只有正脸 没有歪脸 宋连道 哦 事实居然在宋学士眼中是歪理 看来宋学士 已经离开百姓太久了 看不见百姓的生活了 朱军一指不远处的百姓 宋学士可知道 这些百姓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每年的支出又是多少 能够花费在供养孩子 读书上的支出又是多少 这些都是众人 要面对的问题 而不是空谈大兴闻道 闻道大兴 是建立在科举上的 而科举大兴 是门法被灭后 而真正意义 尚让读书人多起来 是因为读书的成本变低了 以前普通人想要看书 难如登天 借阅一本书便如获至宝 而今呢 一家书店便包罗万象 藏有万书 学子读书变得容易了 昔日一张纸 堪比黄金 那如何是普通人 能够承担得起的 莫就不说了 一幅好莫 价格有多贵 怕是那些乡下人 一年都赚不到的 可即便是现在 那些偏远地区的学子 都没有一幅好莫 一只好笔 他们临摹都是用树枝 在沙地上写 先贤炼字 将一缸之水染的漠黑 可这种事 不可能发生在 普通学子身上 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盛世尚且如此 可想乱世这些人 有多难了 宋连张了张嘴 这种事 他又如何不知道呢 人各有命 生来不同 但老天是公平的 给了他们 勤劳奋斗的双手双脚 给了他们学文 看字的眼睛 辩论的嘴巴 常言道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殿下这番话 在老夫看来 不嫌于怨妇之言 你前半句我很赞同 但后半句 本王不同意 也不认同 朱军道 读书人想要大行其道 依托的是什么 是国家 是个行个业 若灾年 少粮价贵 读书人如何 若今年 天寒地冻 衣服很贵 而你囊中羞涩 你是买书 还是受冻 若饥寒交迫 你是买柴火取暖 吃一毒饱饭 还是抱着书 饿死在屋中 普通人最优先考虑的是 填饱肚子 若肚子都填不饱 其他都是虚的 一旦 老百姓吃不饱 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偏题了 这又跟科举有什么关系 宋连道 今日论的是科举 题目也是你出的 你带头偏题是什么意思 偏题了吗 朱军摇摇头 并没有 本王只是将话题延展出去了 科举心得从来就不是国家 只是文人 读书人多是好事 可读书人一辈子抱着圣贤书 那就不是好事了 荒谬 闻到大兴 天下兴 这怎么 就不是好事了 宋连有些愤怒地说道 不单单是他 就连他身后众人 也是怒目相识 第633章 文人荡道 科举误国也 本王说一个数据 你们可能不懂 本朝近世的平均年纪 大概在33岁 常言到三十而立 也就是说 在30年之前 这个人一直都是索取方 而不是贡献方 与社会 与朝廷是没有太大贡献的 而近年来 这个平均年纪 还在往上涨 人生有计个30年呢 而且 朝廷里四五十岁考中近世的 也不在少数 真可谓是用生命 在读书和考试 可见 这种取式制度 十分浪费人力 降低了生产力的发展 宋连眼神一领 吾王 你是在抨击荡朝科举 亲见我等学子吗 众人怒目相识 朱军耸了耸肩 就是论事 怎么上升到人生攻击了 既然你说到这里 我就说一句 你问问你身后的学子 那些家境不是很好的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这些年 他们的父母过得有多劳累 若是他们久久不终 是不是要拖垮父母 乃至家庭 等他们三五十岁了 他们还能做什么 是种田呢 还是在街边写字买花卫生 那时候垂垂老矣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保证自己不被饿死 有何贡献 话落 宋连身后的学生里 不少人脸色都变了 他们目光闪躲 甚至不敢抬头 是啊 对于家境英识的学生来说 就算考不中 也可以继承家业 他们呢 若是父母不在了 他们甚至连生活 都难以畏及 你看 学子从小开始学习 十年所成不过一个秀才 秀才是没有 任何生存能力的 只能靠家里的救济 常年在家学习 再通过三年一个周期的相识 会试和电视 才能入朝未观 一年不终 下一次机会 就是三年之后 很多考生在入朝未观之时 已经过了年富力强的时间 开始步入衰老 学生们在最能为国家 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时候 终日待在家里 知乎折野 这增加了全年的负担 也是咱们大业症 不合理规划人才发展的体现 当然 不仅仅是大业 是全天下的如此 最重要的是 大业考八古文 本王记得宋学士 还曾批评过八古文考生死板木能 这话莫非是本王胡周 宋连愣住了 朱军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话 直接让他不知道 该如何反驳了 卫观等人 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但是又不敢说话 因为他们一旦帮枪 就视为作弊 那么他们就输了 老夫抨击的是八古文 不是科举 你少给老夫下套 难道八古文 不是科举 取势的体现吗 你否认八古文 难道不是否认科举 还是说 宋学士有更好的办法 来取代八古文 朱军笑眯眯地道 本王说话 向来都是按事实说话 从来不像八古文一样 假大空 科举取势不应该死板 若是千面一人 这种人能有什么出现 这东一脉的学说很好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可在本王看来 你们吸取的教训还不够啊 你们只是看到了一些问题 却从来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圣人说 理在客观世界 讲究格物置之 从某种方面来说 和这东血脉是有共 通知处的 本王不相信 你们没有看到科举的短板 也不相信你们 不知道人间极苦 你们只是沉浸在当下 或者说你们的圈子里 本王跟你们不一样 本王看到了 并且在用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这个现状 朱圣人说 知行长相须 强调知先于行 从重要性上任 未行重于知 知之欲名则行之欲赌 行之欲赌 则之欲赌 强调知和行是并列关系 认为之行相互促进 可本王觉得 一个人若是看清楚了 却不改变 那是什么 那是从贼 一个人看到了 去改变了 那才是英雄 所以本王讲究的是 知行合一 李延熙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已经不单单是 谈论科举的问题了 更多的是 朱军学术的观点 知行合一 好一个知行合一 李善人内心也是一颤 不由叹了口气 即便他已经很高看朱军了 美眉当他以为 自己看清了朱军后 却发现对方 总在更高的层面上 方克亲眼中闪烁着金光 朱军的知行合一 他便是第一个知行的 宋连皱眉 如果说一开始 他还存了轻视之心 可当朱军 说起学术的时候 他就再也没有半点小觑 人都是有良知的 良知记天理 你们看到了 问题却不去解决 那你们眼中还有理吗 在本王看来 一良知而行 知行合一 即为真理 本王看见了那些 底层苦苦挣扎的学子 看见了他们的疾苦 所以 本王建立了奋进堂 让孩子 闷无忧无虑地读书 本王建立了技工大学 让更多的人 有了一条机身的路 你笑工匠不体面 可我大业 从来没有阻碍过工匠学习 真正的文道大兴是什么 是百姓人人之礼仪 人人学文识字 可这个前提是什么 是人人都吃得上饱饭 穿得暖 有闲钱可以去消遣 要是吃不饱 穿不暖 买不起笔墨纸验 又谈何文道大兴 谈何科举新国 所以 科举从来不新国 新的只有一小部分人 绝大多数人泯然与众人 还高高在上 瞧不起那些努力奋斗的平民百姓 本王就是要给所有人 开辟一条路 一条可以让百姓吃饱穿暖 让国家强盛 让世人都明白 科举不是唯一的路 是农工商 缺一不可 若世上无农 谁来种田 若世上没有工 谁来建造兵器 抵御外敌 难道就靠文人的一张嘴吗 农墙 则百姓吃饱 国库充盈 工墙 则兵强马壮 国家强盛 商人 难获北脉 能让经济繁荣 而势则 是骑在他们头上剥削的米虫 他们不适生产 夸夸其谈 拿着世上最好的资源 却从来看不见民间疾苦 本王看来 他们是吃得太饱了 我大爷的陛下 正是因为出身贫寒 才知道百姓有多苦 你们知道吗 你宋学士看得见吗 朱军冷哼一声 文人荡道 科举误国也 第634章 全方面碾压 宋连厅的手脚冰冷 身后的众人 更是目瞪口呆 这武王好大的单子 这是凭一己之力 向全体文人开战呢 宋连指着朱军 没有我等文人学士 仁义理智性如何传播 如何教化天下 如何管理天下 在你口中 我等居然一文不值 宋学士家产几何啊 家中美妾鸡人 府中养了多少人 每日会为了衣食担忧吗 若是我天天吃饱了饭没事前 手捧着两本圣贤书 我也可以对着别人指手画脚 若是我衣食无忧 纵然我是个贩夫走卒 我也可以天天对人笑脸相迎 可这功劳从来就不是你们的 是千千万万百姓共同努力来的 你们居然恬不知耻地 将这些供辣招揽在自己身上 就因为你们能说会道 你们能写能书 所以你们就可以满世界地宣扬 自己的功劳 将军百战死 战士马格果师 抵御外敌 还国家一个安宁 然后你们也恬不知耻地以为 这是自己的功劳吗 以为这是科举的功劳吗 宋连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愤怒 可诸君话里的意思 却让他无从反驳 大业想要强盛 想要不走其他朝代的老路 就必须给平民百姓更多的路 咱们要让老百姓 把手里的饭碗端稳了 要让他们的粮仓堆满了粮食 要让咱们的士兵吃饱喝足 有世上最精良的武器 咱们要经济繁荣 要给朝廷拿更多的水 让更多的百姓读得起书 就算不能考科举 也要让他们有一计傍身 我大业在职的官员不过几千人 你知道对于天下上千万人来说 这几千人多么渺小吗 千军万马过渡木桥 就为了那击万分之一的概率 值得吗 朱军的声音真的众人鸦雀无声 特别是那些看热闹的百姓 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 自己原来如此重要 原来文人也不过如此 想想也是 天下大乱 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文人 能做什么呢 还不是靠他们这些泥腿子打天下 多少秀才老爷 天天靠着家里混吃等死 穿得粗布麻衣 天天知乎折野 除了有个好听的称号 连妻儿都养不起 他们虽然每日弯腰做工 军站了起来 科举存在千年自然很有意义 但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本王也认同 但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不是假大空的为国为民 而是要落到实处 倘若今日我学了律法 为百姓诉讼深渊 纵然我没有关身 那依旧是有用之才 受人敬重 倘若今日我读了农书 让百姓知晓了24节气 提高了他们种植粮食的产量 减少了虫害 那他们便是为国为民 若是今日我打铁 造出了更好的武器 打造出了更好的农具 那便是为国为民了 这天下 九成九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所需的 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不要跟他们夸夸其叹 在本王看来 真正需要被教育的是你们 你们只是读书多一点 认字多一点 你们谁能种好一亩地 又或者打造一样完好的工具 都不能吧 说实话 本王还真不屑当这个主考官 连你宋连都看不上的八股文 本王又怎么看得上呢 本王要做的事情 超出你们的想象 但大哥身体不适 我必须帮他把好官 当然 本王没有什么太大的才能 可如果说做华丽的文章 亦或者写诗写词 边说是才 那你们自辩吧 方可卿说得对 只要与国朝与百姓有利的才能 都是才能 而这些才能 不需要文人来定义 你们只是会写文写字 仅此而已 你以为是大家不想学吗 是他们莫条件 说着 朱军转身便走进了吴王府 李善人也站起身道 宋学士 你也是一脉学说的发起者 不过现在看来 你这个学说似乎没有研究到家 而且似乎偏离了核心 如果只是做学说 那就沉下心来做学说 不要左顾右盼 到时候 很可能两头都不落好 说着 他便转身朝着奋进堂走去 李延熙也起身看着众人道 你们还在为一几只建争论 殿下看的却是王朝百年 宋学士抨击八古文 却只是抨击 为自己搏下了一个老大的名声 可八古文还是八古文 科举是文人的科举吗 不 他应该是全天下人的科举 陛下允许 太子允许 百姓允许 偏偏你们不允许 你们怎么想的 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道不同 不相畏谋 诸位好自卫之 方可轻叹了口气 面对殿下 他们差太远了 简直提携都不配 殿下的逻辑是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并且提出可吃续发展的办法 这些人的逻辑是 发现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他们所在乎的 从来都是一门一户见底 从来都不是心系天下 差太远了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我方可轻又何曾不是 你们当中一员 弯下腰来 脚踏实地地做点实事吧 我从吴王殿下那里学 道一句话 空谈悟国 实前兴邦 无论是学术上的见底 还是现实中的行动 你们都差太远了 若我是你们 那里还有脸面过来兴师问罪 回去吧 方可轻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头也不回地进了吴王府 方孝直责对一众百姓道 诸位 殿下如何 凤阳的百姓是知道的 咱们殿下从来不会说大话 向来是言出必行 时间不早了 诸位请回吧 说得好 吴王殿下得才兼备 谁当这个主考官 我都不服 只有他当我最服气 我服气 我也服气 众人的声音会聚成一片 犹如刀子 扎在宋连等人的心口 让他们脸色铁青 说了 彻底说了 各个方面 他们都输得彻底 因为人家 十打十钱出来的成绩 你拿什么去说人家 他们又做出什么成绩了吗 并没有 宋连听着百姓的谩骂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昏死了过去 第六百三十五章 天下大震 请连兄 快 快掐他人中 卫官等人惊呼一声 又是掐人中 又是拍他的脸 好一会儿 宋连才悠悠转醒 请连兄 你觉得如何 赵授问道 宋连脸色依旧难看 走 离开这里 百姓还在那里谩骂 他真恨不得不要醒来 难道就这么算了 瞻瞳愤愤道 不然呢 宋连道 吴王并未将科举放在眼里 他似乎想觉了科举的根纳 万不能让吴王得逞 众人也是神情凝重 吴王不可能成功的 不管成功与否 咱们都要提醒陛下和太子才是 宋连站稳了脚 走吧 咱们这一场输了 咱们就算输了 也是输给了强权和吴王的虎脚蛮缠 卫官道 走吧 咱们先回去禀告陛下太子 看陛下和太子如何说 再另做打算 紧跟着 几个人带着数百学子 灰溜溜地走了 百姓没了热闹看 也散了 但是近日 朱军和宋连做而论道的事情 却注定会名动天下 谁能想到 朱军能把宋连说得哑口无言 甚至气昏过去 而人群中 微服私访的朱远章 将一切都尽收眼底 他身边跟着刘基 还有蒋桓 你觉得咱老六说得如何 朱远章问道 刘基叹了口气 吴王殿下言论着实大胆 微臣听得几倍声寒 但吴王说得至良知 知行合一 却是很有道理 似乎是退脱于朱圣人之道 但是又跟朱圣人之道 有本质的区别 据微臣所知 李延熙也没有这种见地 谁敢说咱老六莫财 朱远章冷笑一声 只不过让老六监口 这些人就上纲上线 是觉得咱脾气太好了 刘基顿时直冒冷汗 这已经是生气 而不是不满了 宋连此举糊涂啊 若是变赢了 也就罢了 可他偏偏变输了 一个宗师 居然掉进了一个 二十岁的小年轻设置的陷阱里 真是越老越回去了 陛下 吴王殿下侨情科举 方才之言 似乎有意要改变科举 他只是说 要给更多平民百姓一个出路 什么时候说了 要改变科举了 诚意啊 你可不要曲解了老六的意思 老六办学的事情 咱是知道的 这是好事 发的那个文凭也很好 这天下文人的 却太多了 酸秀才也不熟 只是读死书 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吗 咱要的是能够为国为民的人才 而不是只知道知乎折野的书呆子 刘基心中暗暗苦笑 是 是微臣曲解了吴王的意思 走吧 今日之变 再咱看来 简直丢人 让远道而来的外地学子 看到这一幕 如何看 朱远张冷哼一声 回宫 刘基无奈的苦笑 什么也不敢说 蒋桓泽是心中暗道 我果然没猜错 吴王之志 果真远超常人眼 而此时 吴王府内 朱军对众人道 一点小事 何必兴师动众 你们该忙忙 众人也是点头 随后便散开了 而宋连等人进宫 既末见到朱远章 也没见到朱玉 最后只能无奈离开 不过第二日 凤阳文学报 重点报道了这件事 李延熙连夜起草稿子 几乎还原了所有经过 其中包括 朱军的治良知 知行合一 他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解释 他在文学报中说 吴王的诸胜之学 已经大成 有了新的见底 这无疑就是在提高 朱军才华方面的能力 报纸刊发后 凤阳大阵 三日后 天下大阵 江南各地 几乎都知道了 朱军和宋连做 而论道的事情 宋连不仅说了 还说得很彻底 而且 全天下都知道了 吴王将作为会事的主考官 有人觉得荒谬 可有的人 却觉得 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宋连等人看着报纸 差点没再次气婚过去 好一个吴王 好你个李延熙 宋连恨德雅痒痒 他们怎么 不说藐视科举之事 怎么不说藐视文人之事 老夫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魏观众没道 眼下 陛下 太子都不见咱们 民间都笑话咱们 咱们的力量还是太弱了 不足以和吴王对抗 咱们的找一个地方 为自己发声 李延熙掌握着报刊 就等于掌握了喉舌 有很多学子都订阅了 他的思想 他的观点 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 要不咱们也创办一个报刊 以锦连凶的名声 必然可以 让报刊名声大振 咱们在借报刊 将这件事工之余重如何 宋连眼前一亮 这个办法不错 时间紧迫 来得及吗 沾同皱眉 而且 报刊很便宜 但是咱们 没有那种印刷技术 若是堪行天下 要多少银子 吴王是不可能把报刊 印刷技术交出来的 文言 宋连也是一阵气馁 得确 报刊不是那么好办的 没有印刷技术 就不能快速地印刷报纸 没有造纸技术 就不能降低纸张的成本 这些吴王府 虽然没有大肆渲染 但是这技术却 是传开了 包括应天商会那些商骨 有做这方面生意的 都是从吴王府入手的材料 成本的却很低 而且 报刊成立至今 据说还挺赚银子的 李延熙就用赚的银子 搞文学交流会 资助贫困学子 修建学堂 让家庭贫困的学子 可以免费读书 这才博得了好大的名声 连带着吴王府的名声 都跟着好了起来 算了 现在时间紧迫 若是创办报刊 怕实来不及了 宋连紧锁眉头 实在不行 咱们给那些老朋友写信 让他们一起 帮忙宣传这件事 眼下还有粤鱼时间 应该来得及 若是能够让天下文人 集体抵制 他吴王 就当不成这个主考官 尾官等人对视一眼 我看行 就这么办吧 希望能够让陛下 和太子回心转意 几个人也是被逼到 没办法了 若是不能扭转口碑 那么他们几个人 必然会被一众文人嘲讽 他宋连 日后又有什么脸面 继续在大本堂任教 第636章 钱赫高清智 就在京城争论不休的时候 礼籍霸金刚奴 已经带着一万多人 临近了宁波府 而此时宁波府内 一切照常 普通百姓不敢下海 可是海边来往的 船之确是不少 童家镇在距离宁波府城 十五里外之地 相比以往 童家镇更加的繁荣 而镇子里还 多了不少来历不明之人 距离童泉之死 已经过去近半年了 即便童历一直在给朝廷施压 但是朝廷那边 一直堂塞敷衍 眼看着大业 大业先是迁都 后又大破硬仓 陈汉张周也纷纷退兵 目前格局已然大变 成了一网两强的局面 眼下童家手里 可用的牌越来越少了 等朝廷空出手来 必然会整治宁波府 那时候 便是童家的末日 童历很清楚 所以他一直在暗中立兵抹马 积极地和那些海匪联系 购买各种物资 单单是战马就有三千 不足就不说了 若是真要动 他虽是可以拉出一支 不少于八千人的队伍 若是心狠一些 他直接拿夏宁波府 少说也能凑齐两三万人的军队 再加上海匪 五万人不在话下 有了这五万人 童家便有了立足之地 和谈判的资本 不过 童家还需要时间 好在眼下 朝廷都在忙秋为的事情 一直在安定四方 不想在这个关口上出问题 所以 这也是童家的机会 秋为之后 最多明年开春 这期间便是童家最后发展的机会 组长 桃花山来人了 此时 童历看着京城发来的急报 正为吴王朱军的狂言感到心惊 听到下人的汇报 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隐去 谁 桃花山大当家 钱贺高来了 同力起身 快将人请进来 这钱贺高可是个精明人 不仅精明 此人还极度地大胆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大胆致此 敢亲自来同家镇 整理了一下衣冠 他快步走了出去 来到正厅 便看到一个皮肤有黑 身材高大的汉子 这汉子 就是寻常渔夫的样子 属于丢进人群里 就看不现的那种 但是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 那种淡漠 目空一切 显然是个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的主 钱大当家亲至 有失远迎 童某惭愧 钱贺高笑着道 童组长 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就不必多礼了 坐吧 童力眼皮一跳 这钱贺高皮笑肉不笑 坐在那里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 很显然 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他心中有些不悦 但这时候 因为这种小事 跟对方撕破脸皮 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他笑着坐下 亲自给钱贺高添茶 那姿态 让钱贺高很满意 数月前 童家主一纸书信 我便配合童家主演了一场戏 让童家博得了好大的名声 这件事童 某也是感激不尽 本打算亲自上桃花岛 向大当家致谢 只是族中俗世缠身 童力话还没说完 便被钱贺高给打断 说那些屁话作甚 老子给你面子 你他娘都不给老子面子 上个月老子让你出兵 你他娘的死了吗 童力被钱贺高指着鼻子骂 脸色也是难看 童力的儿子 童月拍桌起 你是谁老子 嘴巴给我钱进点 钱贺高冷笑道 童图长 老子今天过来 是给你下通牒的 不是来给你商量的 上一次让你出兵 你推三组四至今 老子已经没耐心了 眼下大夜秋为在即 你必须马上出兵 拿下宁波府 到时候我桃花岛为你掠阵 当然 你也可以不出兵 但是后果你是知道的 咱们是合作 又不是从属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 童月怒声道 要不是我们童家 你们的物资从那里进来 月儿 住口 童力呵斥了一句 随即看向钱贺高 钱大当家 不是我不出兵 实在是因为这件事太大 而且 现在出兵也不是好时机 大夜秋为在即 若是宁波府出现乱子 那么只会有一个后果 就是朝廷大军出动 必然会剿灭宁波之乱 到时候已震人心 那时候 不仅不会打击 大夜朝廷的威信 反而挥住长旗威风 不是我童力长他人威风 灭自己志气 你应该明白 以前大夜 只是抽不出手来而已 挑衅大夜朝廷 和彻底激怒大夜朝廷 同力还是分得清楚的 一旦大夜下定决心 宁波府这些人 根本挡不住 他若是答应了 钱贺高的要求 那就等于当了 桃花岛的挡箭牌 这种事 他怎么可能会答应 朝廷没有主动 把窗户指捅破 他自然不会主动挑破 否则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怕死就别学人造反 钱贺高冷笑道 老子本以为 你是同力 是个敢做 敢当的大丈夫 现在看 你连狗熊都不如 告诉你 三日之内 你若不出兵 童家镇也没必要存在了 不止是我一个人 对你们童家有意见 其他人一样如此 可不要把童家的退路 给彻底堵死了 到时候 童家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说着 他站起身 带着人便离开了童家 爹 要不要把他们留下 童月看着钱贺高 杀气盎然地道 童力摇摇头 钱贺高是张州的人 桃花岛的二当家 三当家 是张州的故人 桃花岛看似是 钱贺高做主 实则是这两人说了算 钱贺高一个渔夫 说破天 也就是各有点小聪明 和小永利的海匪罢了 但是那两个人不一样 咱们和大业朝廷 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要是把自己后路断了 怎么办 童月咬牙道 实在不行 咱们投了陈汉 陈汉的人 势力在宜州岛 他们的人根本插不过来 咱们哪来的这么多船 把人全都挪过去 童力叹了口气 这样吧 派人送一些财宝 去桃花岛 就当赔礼 能拖多久算多久 若是拖不了 咱们就派人去陈汉 等陈汉的人过来 咱们就攻下宁波府 以做鸡身之姿 第637章 拍清大腿的童力 童月眼前一亮 爹 好计谋 童力神情宁重道 族中也不是所有人 都跟咱们一条心 所以这件事你亲自去办 不要走落了风声 到时候 咱们配合演一场戏 把所有人都骗进来 他小声地在儿子耳边说着 童月不住地点头 放心吧 爹 这件事 我必然办成 与此同时 马车里 前赫高身边 一个汉子道 老大 这童家住时可恶 一直跟咱们绕弯子 让他们出兵 比杀了他们老子还难 实在不行 咱们自己出兵得了 先打下宁波府 后杀向松江府 给老太爷和大爷报仇 前赫高神情阴沉 他父亲兄长期期毕命 要不是韩复春 诗人记二人压着 他早就出兵了 桃花岛兵力不少于三万 若是再有童家牵制 从宁波府征兵 兵力起码能达到八万人 心狠一点 十万人也不是不可能 有了这些人 他完全可以 把海边这些地盘 收入囊中 行了 别说了 前赫高摆了白手 同利是个聪明人 但是聪明人有个缺点 就是太喜欢算计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他跪在地上求老子 一行人离开童家镇 也莫打算离开 而是准备去宁波府 这一次前赫高过来 可不纯粹是来童家镇 威胁同利的 他们从内陆购买了一批兵器 有了这批兵器 他们的战斗力 还能上一个台阶 所以 他们的抓紧时间过去 不过 一行人敢走出同家镇没多远 身下的驴便不安地躁动起来 任凭他们怎么鞭打都没用 别说话 前赫高示意其他人闭嘴 紧跟着他脸色大便 马蹄声 来人不少 狗娘养的同利 居然黑吃黑 他话音刚落 前方的拐角触变 出现一对骑兵 这些骑兵 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 而且 这些骑兵人数 不会少于一千 一千骑兵 可挡万足 就他们这几个人 还不够人家挥两刀呢 他娘的还愣着做什么 快跑啊 前赫高大骂了一句 掉转驴头就跑 可他跑得再快 又岂能跑得过骑兵 只是斩查的功夫 骑兵就撵了过去 前赫高下的丛驴背上滚落 天杀的同利 你敢杀老子 老子手下的弟兄 一定会撕碎你 李吉巴看着前赫高 心说 此人既然认识同利 那么必然不是什么小人物 没想到一出门 就抓到大鱼了 他一挥手 直接让人把前赫高等人拿下 随后道 冲破同家镇 生情同利 其他人胆敢反抗 格杀勿论 冲锋 三千骑兵 朝着同家镇冲去 李吉巴更是身先士卒 不一会儿的功夫 众人便抵达了同家镇 因为他们外面穿着普通衣服 将盔甲包裹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第一眼并没有认出 他们是大业的骑兵 甚至还以为 他们是同家的骑兵 一些人看到骑兵过来 不紧不闪躲 反而羡慕得道 看看 这就是我同家的好汉 众人都是点头 可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这不对啊 为什么还不乐马停住 足长不是下了命令 不允许骑兵在镇子里跑吗 不对 他们怎么抽刀了 不少人脸色都变了 不好 这不是咱们同家镇的骑兵 快跑啊 是敌人杀来了 那一瞬间 众人坐鸟受散 可一双腿 如何跑得过四条腿的马 李吉爸很清楚 同家镇已经全民皆兵 线人的消息 早就传到了凤阳 所以 同家镇人人可杀 扑辞 用新工艺脆火的钢刀锋利 到了极致 在战马的带动下 一刀居然将对方拦腰斩断 甚至还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温热的血液喷溅 花花绿绿的肠子留了一地 温馨的同家镇 顷刻兼变 成了人间炼狱 骑兵犹如跳进羊圈的猛虎 即便有人反应过来反抗 可他们太弱了 在骑兵面前 根本没有太多的抵抗力 哭声喊声求救生 打破了同家镇的平静 书房内的同力 也听到了外面的哭喊声 正打算叫人去一探究竟 同月便推门冲了进来 惊慌失措地道 爹 不好了 匪徒杀进来了 咱们快逃吧 同力先是一愣 玄机脸色大变 你说什么 骑兵 外面来了好多骑兵 他们翘无声息地杀进来了 咱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同月双目通红 身子却是不自觉地发颤 快逃吧 再不逃就来不及了 敌人已经朝着这边冲过来了 是钱鹤高 肯定是他们的人 狗娘养的 原来这家伙是特地过来麻痹老子的 同力痛心疾首 那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很多 肯定是钱鹤高 想要吞并同家镇 毕竟他养了不少骑兵 毕竟桃花岛也养了不下两千骑兵 若是能吞并他们 说不得能凑齐五六千人 有了这些骑兵 那么对大叶的威慑 就大大增加了 不过 外头喊杀声剑打 同力也知道 不能留在这里了 能不能组织人抵抗 挡不住了 骑兵太多了 咱们的人都被杀散了 骑兵都没回来 爹 咱们还是从地道里先逃走吧 同力怒火中烧 却也知道 此时必须把命留下才是 去把你娘和妹妹他们带来 咱们走 同力深吸口气 他们家宅子里有两条地道 一条是专门迷惑敌人的 而另一条直通镇子外面 这地道同家人 足足修建了十余年 也是近年才修建好的 现在却是排上用场了 他要去找骑兵 只要手里握着骑兵 他依旧有跟任何人谈判的资本 冲进地道 同力甚至没有等亲 他手里拿着火把 在矮小的地道里穿行 也不知知道穿行了多久 他感觉地道逐渐向上 他心中大喜 应该是要到地面了 他将火把递了过去 面前 是一堵石头 可他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莫能将这石头推动 他这才想起来 当初修建地道的时候 外面封了一颗 足有千斤的大石头 起码也要两个人 才能慢慢将这大石头推开 一时间 大腿都差点拍清了 第638章 冰至桃花岛 他只能在口子这里等着 盼着同月他们赶紧过来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依旧不见他们的身影 同力甚至在想 同月他们 是不是走错地道了 这个废物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同力大骂一声 看着快要熄灭的火把 急忙换了一根新火把 然后匆匆折返 正当他推开暗门 走出去莫多久 前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他心中大喜 快步走了过去 可没想到 下一刻 一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同图长 在这里等你好久了 跟咱们走一趟吧 这声音让同力如坠冰叫 那一瞬间 他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随即 一双有力的大手 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觉得呼吸 都变得困难起来 被提出地道 他看到了 跪在那里的妻儿老小 他不明白 为何会这样 不多时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 问道 你这个老小子 就是同力 就凭你也敢跟咱殿下作对 同力脑袋里 一片江湖 这男人口中的殿下是谁 他不清楚 难不成张州某位亲王来了 可自己并没有得罪他吗 还是说 桃花岛背后的人 是张州的某位亲王 不过 这疑惑 直到他看见了被抓的钱鹤高后 便烟消云散 不是钱鹤高的人 那这些骑兵是谁 突然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们是大业的人 准确说 你们是吴王的人 这不可能 吴王不是在京城监考吗 同力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男人 李吉爸冷笑道 对付你们 何须殿下出手 且在这里等好了 看吴的人 是如何扫灭你养的骑兵的 他这一趟出来 来得太直 也太及时了 破了同家阵 还抓了钱鹤高 这当真是意外之喜 不过 也多亏了殿下英明 提前便做好了准备 天命组 裁决 审判 这三个组织 实在是太将了 当日下午 被同力养在五十里山林外的骑兵 也被撂声扫灭 杀敌一千六百人 其余人进阶被俘虏 而另一边 金刚奴帅领的水师 也抵达了桃花岛 与此同时 含富春正和诗人 纪检月岛上的骑兵和部族 桃花岛周边岛屿不少 但是地盘就这么大 而岛上除了三万多兵将 还有一万多妇虏孩子 这对他们而言 压力很大 随着大业朝廷管控越发严格 想要从大业内部 弄到粮食越来越难 好在他们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短时间倒是莫什么大问题 不过 再这么下去 他们也快支撑不住了 也不知道前赫高跟同力 谈得怎么样 若是同力出兵 咱们就搬空宁波府府库 相邻的几个地方 也架不住咱们的攻打 诗人寄道 他们之所以不主动出手 为的就是一个名声 大业近海 他们就给那些生活困难的百姓帮助 此消彼长 日后他们行事也会方便许多 而让同家出手 不单单是让他们荡荡剑牌 更是转移百姓的仇恨 最后好处只会落到他们头上 既然能够让大业自乱阵脚 他们也能构度过眼 前少量的危机 不管如何 秋为之前 咱们一定要动手的 大业现在 以精度过了最难的时候 原本稳定的局面被打破 不能看着大业不断地膨胀实力 韩复春深吸口气 好在眼下大业虽然攻破了硬仓 可所有的兵力都派出去镇守了 虽说内陆还有兵力拱卫精师 但面对咱们 还是心有余力不足的 而且 咱们实力也不弱了 诗人既深以为然 也不知道朝廷那边在顾虑什么 为何要退兵 若是一股作气和陈汉结盟 说不定现在都攻破大业精师了 朝廷自有朝廷的顾虑 不是你我可以负匪的 韩复春想了想 说道 不过 说来说去 朝廷的顾虑还是名声 就跟咱们一样 你看大业 虽然占据了大义 可大业皇帝却 没有马上否认咱们和陈汉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没有底气 也不敢在这时候 彻底跟咱们闹翻 若是大业皇帝发细文说 他乃正统 那么三国请客间就会打仗 诗人既皱起眉头 这也太能忍了 大业秋为在即 所以这时候 是咱们的好机会 让佟家出兵 咱们顺势将周围击个府城拿下 看看大业急不急 韩复春自信一笑 我要让他们 既在天下学子面前失了面子 都要看看 他们日后 有没有脸面自称正统 话音刚落 诗人既便指着不远处的海面道 你看 那边是什么 韩复春顺着 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脸色也是一变 貌似是商船 诗人既皱起眉头 是窝岛国那边来的吗 不对 他们的商船 没有这么大的 韩复春跟窝岛国有联系 上个月 他们就已经派人 去窝岛国谈判 想让窝岛国一起出兵 攻打大业沿海 不过窝岛国那些人 胆小得很 都是小偷小摸的 动作很小 反倒是一些浪人 很凶猛 他们在海岛上喂飞 将脑袋别在腰上 根本不怕死 快把人召集起来 直觉告诉韩复春 这些人绝对不是商船这么简单的 诗人既也不敢耽搁 急忙让人吹响了号角 听到号角声 众人纷纷齐聚 快 上船 随时准备迎战 韩复春看了一眼诗人既 老师 你带兵迎战 诗人既点点头 二人能够占据桃花山这魔酒 凭借的就是默契 不管对方是商船 还是窝岛国那边的人 做好迎战的准备肯定没错 如果不是 他们最多浪费点时间而已 韩复春这是急忙回到了主寨 将手下的人召集起来 随时准备迎战 站在主寨之上 他看得更远 卫手的船绝对超过一千五百六了 这种大船 宁波府这边很少 而且 这重体量的船队 少说也有五千人 所以 这绝对不可能是商船 船我号列 迎战 韩复春怒吼道 诗人既登上了主舰 看着越发靠近的舰队 也是摒弃宁神 抽出妖间的战刀 他直指前方 冲过去 灭了他们 第六百三十九章 必无可避 金刚奴放下手中的千里镜 脸上露出了凝笑之色 将炮架起来 准备开火 不同于攻打硬仓之前 船炮严重不足 现如今 船炮数量增加到了五十尊 这些海匪实力并不弱 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多年 盘踞在桃花山群岛 而有了这五十尊船炮 和若潜破机炮 还不能拿下这些人 那金刚奴可以买块豆腐撞死了 所有人 做好准备 炮手开始调准角度 随时准备开炮 而诗人记也很清楚 对方来势汹汹 接下来必然是一场大战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应该是大业的水师 只是领头的是谁 可大业内陆水师若是出海 他们应该能收到消息的 是谁 诗人记有些心烦 他让人将拍干束好 将火箭备好 数以百计的小船 随时准备叙事待发 这桃花山群岛距离不远 星罗旗步 那种千料乃至千料以上的大船 若是不熟悉地形 一旦驶入 很容易出交 所以在这里 八百料以下的船 才是主力 这也是为何桃花山 经历了几次讨伐 不仅没有被攻下 反而越发强大的原因 这恰恰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小的蛋 准备掏他们的后面 诗人记大喊一声 随即众人纷纷回应 发展这么多年 他们千料的大船 也有十艘 一千五百里料 大船五艘 还有一艘两千料的大船 正是靠着这些大船 他们才可以在 窝岛国之间往返 去其他国家做生意 准确地说 是略结商船 这种无本买卖 最适合他们 除此之外 其他人想要偷偷 在海上做生意 就必须交保护费 否则 一定会被他们给击沉 这些人还是学不乖 这么多大船 也敢胡乱闯进来 不怕触交咯 嘿嘿 来得越多越好 到时候进来 那还不是任由咱们打 到时候 咱们连人带船打包 咱们的实力 还要再上一层楼 诗人及身边的 小头目们交流着 仿佛看到了结果 或者说 这些年来 他们屡战屡胜 已经让他们目空一切了 所有人都有一种迷之自信 好像这些人 是过来送菜一样的 眼看对方越来越近 诗人记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他们并不会 跟对方拼伤亡 而是以一小部分人 做诱饵 做出不低的姿态 然后将对方 诱进陷阱圈 他们对这一块地形很熟悉 常年在这里训练 一旦这些人进入陷阱圈 那只有被宰杀的份 正想着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这巨响 让诗人记一愣 紧跟着 就看到不远处海面 溅起了水花 紧跟着密集的响声炸开 在海面上回荡 甚至一度将海浪声遮盖 碰 在他的一侧 有一艘八百料的船 陡然间被冲击出了 一个巨大的窟窿 那窟窿不仅大 而且还打了个对穿 看到这一幕 诗人记都梦了 这是什么 难道对方在船上按了石炮 所谓石炮 就是投尸机 一种用来攻城 或者守城的装备 一些大船上也会配备 不过海上行驶 准头一般 而且会给船增加负担 还不如拍杆和撞脚实用 大船装备拍杆 若是有小船从旁边经过 一杆子下去 极有可能将小船 直接从中间折断 杀伤力很大 就在诗人记发懵的时候 对方的攻击却没有停下 他甚至看到 下方一艘400撩的船 直接被击沉了 一个倒霉鬼 直接被对方投来的石块 给砸烂了 血肉模糊的 不对 这不是石炮 这是新武器 石炮不可能投着魔源的 双方距离在500丈以上 不可能有石炮 能投到500丈以外 诗人记头皮发麻 两军交战 自己还没凑近了 就被打得满头包 这怎么打 砰砰砰 不断地有船被击中 甚至就连他所在的 2000撩大船 都挨了两发攻击 直接将船体 砸出老大的洞 还有一发机中了甲板 诗人记看着 那被打散的士兵 内心忍不住地发寒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诗人记看着前方 对方的船 似乎停了下来 并没有继续前进 可自己这边 惶恐在蔓延 从一开始的自信满满 到现在的迷茫和慌张 三当家的 咱们到底冲不冲 咱们已经有好多船 都被打沉了 三当家的 有一艘1500辆的大船 开始漏水了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 让诗人记头皮发马 怎么办 若是现在退回去 对方那武器射程如此远 说不定可以 直接攻击到他们 若是如此 停靠在码头的船 就成了对方的剑拔 一旦没了这些船 他们就是山匪 而不是海匪了 再厉害的山匪 都不可能敌得过 大叶朝廷的大军的 那时候 他们就是任人宰割的大肥羊 他看了一眼桃花山 随即咬牙道 快 让人冲上去 凑近了 跟他们打一场硬仗 很快 起手便开始指挥起来 经过最初的慌乱后 众人开始冲锋 诗人记内心很不安 他不知道 自己这么 做事对还是错 按理说 保全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可对方来得太突然了 一旦他们逃跑 那么身后的主债就遭殃了 想到这里 诗人记也是急忙 让人修补被砸出来的大洞 然后催动主剑 跟对方血拼 眼下对方杀敌一千 自己却没有任何的损失 诗人记很清楚 一旦失了士气 赢下这一战的概率 很低很低 而对方又有如此神鬼难测的武器 不拼一把 就只有挨打的分 近千艘大小船只冲了过去 颇有一番千个 近流的感觉 遮天蔽日的船帆 给人一种史无前例大战的感觉 金刚弩冷笑一声 桃花山周围的海域 情况他自然是知道的 莫准备的战他怎么可能会打呢 不过 这些人做梦都不会想到 即便自己不冲过去 也能避开乱交驱将炮弹 送到他们的家门口 到时候 他就精准射击 击沉他们的船 没了船的海匪 就等于鱼骑的鱼 只能等死 准备好水雷 让他们尝尝新玩意 第640章 水雷成威 这水雷是新研究出来的 早先就有研究 只是一直没量产 虽然在实验中 这水雷效果不错 但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一直没试验过 更没有在实战中试验过 这水雷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将铁壳雷放入密封的大木箱里 沉入水中 下用三只铁矛定位 上用绳索帘 发火装置接到岸上 当敌船接近时 岸上伏兵拉火引爆 它实际上是一种拉发毛雷 不过这里是大海 那里有那么多石 兼给你布置 又怎么给你如此长的线呢 所以 这水雷后面做了改进 外壳是使用熟铁打造 重六斤 内装火药 上副性香引火 香的长短 可根据敌船的远近而定 外国以牛泡蜜蜂 在用处置过的羊肠 引到水面通气 上用鹅燕铃做符 不致熄灭火种 飘去 香到火发 从水底机起 船底粉碎 这就是水师 现在用的定时水雷 可以根据距离场短来设定 虽然如此 却也格外考验士兵的经验 若是时间太短 还没等敌人靠近便炸了 打草惊蛇 若是时间太长 敌人都杀到眼前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给敌人加油打气呢 而且 敌人的速度快慢 也要根据海面上的 风力波浪来计算 所以很麻烦 所以 金刚奴角定慢慢后撤 给对方追上了机会 然后下令停止填充弹药 打了这么久 炮管都打红了 再不歇一些 怕是有炸糖的风险 而且 他做出后撤的姿态 又停止攻击 也算是一种假性示弱 两军交战 玩的就是心态 三当家的 对方好像后撤了 我看得现 诗人竟眯起了眼睛 那巨响声也逐渐少了 这是否说明 对方这重远距离攻击的武器 也不是无限制的 说不定已经用完了 想到这里 他内心一喜 可他任就保持警惕 先让快舟跟上去缠着他们 探一探他们的虚实 是 三当家的 收到命令后 数以百计的快舟 顺风冲了过去 在水师序号里 各种座战船应有尽有 这快舟 就类似于突袭艇 船小 速度快 主要用于在水面战场穿插 刺探情报 骚扰敌人 汇报情报等等 因为目标小 速度快 让敌人很是头疼 很快 这些小船就冲了过去 不多时 诗人记就收到了消息 禀告三当家的 现在可以确定 对方就是大业朝廷的人 而且 对方那远攻的武器 似乎已经用完了 现在他们在后撤 好 诗人记点点头 既然没了那远攻的武器 那么在海面上 他谁都不用怕 自己带领这 两万水师 都是好手 很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军人 他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 在海面上 就等于如鱼得水 缠住他们 别让他们逃了 诗人记到 传我命令 让水手加快前进 打赢这一战 要银子有银子 要女人又女人 是 众人都斗志高涨 开头一直被动挨打 众人都憋屈不已 他们是谁 是桃花山海匪 霸占此地多年 从来没人让他们 如此憋屈过 C0M 现在 他们要一血耻辱 让这些人后悔来到这边 命令传下去 众人都卯足了劲 跟打了鸡血似的 而桃花山主寨上 韩复春深深皱眉 怎么追出去了 二当家的 三当家沈勇 将敌人杀得抱头鼠窜 您就坐等三当家献福吧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是信心满满地笑了 可韩复春却并不觉得 方才即便隔着老远 都能听到那害人的巨响 明显就是自己这边吃亏了 而眼下 对方怎么说败就败了呢 诗人计身在战场 或许看不清楚 可他站在主寨上 将一切尽收眼底 内心的不安越发地浓重 他甚至在想 这是不是敌人的计谋 可眼下 诗人计已经追了出去 他就算有再多的疑虑 也不能说出来 乱了阵脚不说 到时候诗人计回来 还以为自己不信任他 岂不是多声势端 他双手腹背 神情凝重地眺望远方 而此时 金刚奴看着敌人 逐渐追了上来 内心也是大喜 水雷都准备好了吗 启禀将军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出意外的话 等他们靠近 一定会被炸翻的 金刚奴特地压制了船速 但是又不至于放水太明显 而且隔三差五地放一炮 击中一艘船 给敌人威胁的同时 又让对方觉得 自己以金坛进凉绝 看着对方的速度越来越快 金刚奴不由地攥紧了拳头 希望水雷建功 方才少说 也投下了不少于两千水雷 就是不知道 能炸翻多少船 而此时 诗人计心急如焚 快啊 让水手再快一点 对方已经没手段了 没有那远攻的武器 他们就是尼捏的 在水面近战 咱们桃花军不敢说天下无敌 却也是数一数二的 风越来越大 这一次不是顺风 而是逆风 眼看着对方速度越来越快 他也心急了 追了这么久 确定对方后面没有援军后 他现在 已经可以肯定 对方没手段了 拿下这些人 不仅能够进一步扩充兵力 还可以重重地打击 大叶朝廷的嚣张气焰 说不定 还可以 以此位要挟 让大叶朝廷低头 想到这里 诗人继兄中似有万千豪情 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炸响 巨大的水花从海里生腾 起初他并不在意 只以为是对方的远攻武器 可几期之后 接二连三的巨响炸开 那声音比之前还要响亮 不断地有快舟和船只被击中 一旦击中 基本上都是船毁人亡 就算是八百料的船 也扛不住 诗人继浑身一颤 一股寒气从脚底板 直冲天灵概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完了 上了他们的大当了 他下意识地想逃离 可却发现 自己所在的主舰健身 也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那一刻 他几乎站不稳脚跟 那一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